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信佛学法谨慎 三宝万事明灯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知恩报恩为先 利人便是利己 谨心尽力第一 不争你我多少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忙人时间最多 勤劳健康最好 为了广众福田 哪怕任怨任劳 不失的人有福 行善的人快乐 时时心有法喜 念念不离禅月 处处观音菩萨 深深阿弥陀佛 大家晚安阿弥陀佛 难得的一个礼拜 以法相聚 每个音缘都非常的快速的变化 说真的说你想要来听 或是怎么音缘都要借助太多的条件 这样的音缘成就 所以才能够继续与法再来相聚 那自然而然就能够放下自补的时候 而取代的是心中那份的慈悲智慧 那种的功能跟作用 真的就能够跟人家相处 不仅说相处得很好 而且能够把事情看清楚了 然后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说佛法就是要让我们实时 来享用自己的生命 那这个生命当中上个礼拜 根据我们六祖大师 给我们一种法的一种引导 也就是它证物的内涵 而来说到极灭 就是亲近自性里面所指的这个功能 而自性是每一个现象我们称为法 或者是说你修持的法门 或是种种的一些受用的境界 都在法的范畴里头 所以统称这个法的自性 那这个自性就是 就是以它本质它的那种体性 佛法讲就是因缘和合 那既然是和合的 这代表随时在变化当中 碰到不同的源 就聚在一块就产生不同的法 我们就叫做认知的现象 你就感受不一样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因缘是和合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每一个现象 我们称为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们各自的体性都是空性 所以这样的空性 讲空很多人会误会 以为什么都没有 而这空的意思就是说 能够产生极灭 极灭什么作用呢 极灭我们的分别心计较心 乃至到执着心 所以说我们讲说 我们亲近的自性就是极灭 所以我们要知道 自性这个空性 能够这么多的变化当中 能够展现出这样的本质的体性 是空极的 并非实际存在 不能够实际存在 那用我们的心对它那个认知 就产生了什么作用 极灭了所有的分别了 跟这样的一个执着计较 通通叫做什么妄想 然后这个妄想会产生什么作用 让我们烦恼 烦恼的烦是不是左边一个叶 就指我们的头 都随时火在烧着 然后让那个脑呢 左边一个心 都让我们怎么 时时都属于一种 一种金刺的那个状态 就是不安宁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用 我们的心是亲近的自性 就是空性 能够产生的作用 就是极灭 所有的分别计较执着 而这些妄想妄念 让它不再来对我们困扰 那烦恼 说让我们头在烧 心那么烦 那么多的刺 在伤自己的心 这些就不会有了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 要来把佛法听来的 一个正确的道理 我们说正确的道理 就是能够让我们去 知道所有的法的现象 是缘起空 信空的 那你知道以后要怎么样 要真正的去体验 真实的感受到 叫做见 所以佛法的正知见 就是正确的让我们去认知 每一个法的现象 然后让我们引导我们走 正确的道路 那正确的道路 光是知道还不够 要把禅修的方法 让我们实际去 实际去体验的时候 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见到了 见就是不是眼睛见到 真实的体验到 为什么 身心暂时的烦恼 那时候不认为暂时 觉得好可怕的烦恼 像热恼热火那样在烧我的身心 然后当我们禅修以后 有一个禅修方法 让我们心止下来 安定下来的时候 才发现 没有真实的那个烦恼 是一直都不改变的 他也是在改变的 所以说我们要透过佛法 给我们的正确的知见 让我们走去走向正确的道路 然后真实是体验 说身心烦恼并非真实存在 而根庆不只知道什么 烦恼即菩提啊 菩提即烦恼啊 为什么呢 烦恼 造成烦恼要好多的条件 而当我们的清静的自信 就能够产生说 这样的一个烦恼 我能够极灭说 它是固定不变的 而我看到造成烦恼的原因 好多的在变化当中 所以那时候呢 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情境之下 让我的身心产生的恼火 然后很不安 我们成为烦恼 这种状态之下 烦恼的状态里头很多啦 可能就是会嫉妒啦 或者会愤怒啦 或者是呢 种种的贪不得的导致的苦啊 这个通通叫烦恼 好那这些的原因 在于说我们所认知的 看到的东西都错误的说 它叫做什么 实际存在 然后呢 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 然后觉得自己的苦很多 然后甚至把这个苦又抓住了 认为苦也不能改变 哇 这样的认知错上加错 那一直延续下去 那真的是苦不完 所以透过禅修的方法说 要把佛法给我们的正知见 就认知的说 不是你所想那样的 然后还要进一步 用禅修的方法去体验它 就叫见 看见的见 真实的落实 你才会有信心 对 我并不是每天都是这么烦 这么不安 我是可以让我自己生命得到真实的好处 真实的安宁 真实的喜悦 碰到每个现象都是乏喜充满 而不会看到都是什么冤家 仇人 都是怨对 不会 你都是会感受说 哎呀 要不是这些烦恼啊 我还不能够说 去认知到说烦恼造成身心的苦恼 我还不想把佛法教我的这么宝贵的方法去体验它 然后可以把烦恼认知到说 并不是持续存在 更感恩烦恼的变化当中呢 让我的菩提心 能够真正的去做 更细致的去绝招 所以说烦恼及菩提 烦恼跟菩提 他们的自信都是什么 空性 为什么 因缘 错综复杂 要具足了 才能够生起烦恼 这个法 然后也是因缘具足了 知道修行的解脱的观念跟方法 明白了以后 所以我的菩提心 才能够觉悟说 烦恼并不可怕 来说明说 烦恼及菩提 那菩提及烦恼 那这个是从 道理上你明白了 那你实际 透过烦恼 让你身心非常的不安 不舒服 甚至怎么样 要做出十二页 去骂人 去伤人 伤害别人的生命 或是迫害别人在家里 种种的行为 你真的 就是透过你心里所想的 让你的行为 就想去做 那这个做了以后 伤害了别人跟自己 那就要做什么 很多的罪业的果报 苦果 自己就要去承担了 所以我们从道理上说 烦恼及菩提 菩提及烦恼 然后进一步去体验 烦恼 在让你造成你身心不安的状态之下 你如何用禅修的方法 能够安置在你的方法上 然后以一个很客观 客观的方式来观看 这个烦恼在你身心的变化 这时候的头很热很脏 然后慢慢的变化到其他身体的部位 然后用你的心又去感受它怎么一个状况 这时候禅修方法让你的心能够安住在这个方法 比如说鼠息上或念佛上 你就能够很清楚的跟烦恼分开 分开什么意思 你成为一个客观的观看它 烦恼这时候产生在你身心一些变化 身体的这些热或躁或痒或痛 你都知道 但你心在这个鼠息或者念佛拜佛的上面 不被它影响 我叫做烦恼跟我们的心分开 因为有禅修的方法来保护我们的心 跟烦恼来分开 所以你变成一个很客观的去了解 我现在身体受这个烦恼 这样那个状况的不舒服 但身体不舒服 我的心没有跟着不舒服的苦 没有 所以就是说身体受那个烦恼 这样一个影响身体的变化 那我心有认识到这个变化 但心的变化不在哪里 跟着这个烦恼跑说 我心好苦 然后这个身体真的好苦 因为很热很痛 然后就把你的心弄得非常 更加的不安 所以透过禅修的方法 会把自己的身体的 这些身心的状况 引发的不安的这种产生的变化 我们叫烦恼 我们的心都把它观察得清楚 然后不跟着 跟着这些的影响 而产生更多的什么恐惧不安不会 所以我们佛法给我们的正确的知见 就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 所以没有一个和合当下 没有一个我真实在受苦 就是根本无我 那无我的当下你不明白 所以你就会认为 我的自我中心受到伤害了 或者我的身体在承受这些的压力 形成的苦等等 你都把它认为是真实的 哇糟糕了 真实的话呢 你就是引导你呢 往生命更不好的状态是开发了 产生更多的苦了 那苦不完赚了一大圈之后呢 你会呢 甚至会怀疑自己跟别人 甚至你说你所用的方法 你觉得好像没有用等等 很多问题都一步一步的 就会产生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要说明了说 我们知道清静的自性 自性是指所有法 共通的各自的这一个的性质呢 就是或叫体性都叫做空性 因为因缘和合 才能够有这个法的呈现 所以说这个法的自性 就是什么空性 那这个空性做什么用呢 就是指我们的 我们的心也是什么 自性也是空性 那这个作用就是能够 极灭所有的烦恼 烦恼来自于哪里 我们的心认知错误 认为有个实在的 我不能够受到各种的语言 各种态度 各种的状况 包括天后的伤害 你就受不了 所以要怎么样 分别这个我喜欢的 这个我讨厌 然后就计较说 我喜欢的我要多拿一点 讨厌你赶快把它去除 然后呢 这种情况越让你心越怎么打结 就越执着 所以说我们的每个法的自性 包括我的心也是法 的自性是什么空性 因为因缘这么多要聚足了 才能够有这个法 我认知到说我现在身体形成压力 我不舒服 但是我知道本来我的身体没有不舒服 我能够把压力释放 这种的不舒服的状况就能够解除了 而来说明这一个的压力形成的烦恼 是什么因缘所生的 所以说呢 这个烦恼的自性就是空性 那空性大家不了解 不了解它的功能做什么 极灭 极灭说这样的烦恼 你认为实际可怕 然后因为它不改变 所以让你受很多的苦 你觉得很可怕 极灭就是用我们的心认知它 极灭这个不安恐惧 所以说我们要认知 佛法给我们的正知见 说所有一切现象的法是什么 都是因缘和合 是空性的 所以空性的时候 让我认知到了以后 我能够面对不同的法的大象 我都能够极灭我的分别 让我怎么样 不会不安 不会让我恐惧 让我怎么样 心能够安宁自在 所以上个礼拜讲得很重要的 每个法都是清静的自性 都是有极灭的功能 那这极灭的功能 我们转换成一种的角度来说 我们叫做智慧的什么 显发 显发以后 我们才能够怎么样 不会再迷糊 再伤害自己 伤害什么 苦不完 你苦不完不打紧 你连带你家人一竿子 全部都被我们影响 不要说你被影响 连身边跟的社区朋友 来自一个国家 整个都会受到影响到 真的 好可怕 所以我们说在 在纳税时代 那个希特勒一个集体意识 有一个说 这个他们种族是最优 最盛的 所以就容纳不下犹太人 所以那么多的 森林的被屠杀 这样一个状况 就在于我们认为 有一个什么 很优秀的种族 是实际存在的 所以他可以掌控 一切的权力 一切的经济 一切的一切 所以他就要杀害对立了 你看 我们这样的一个无知 这个无知就不是佛法 讲那个无知不一样 就是说没有清楚 所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变化 哪有一个种族可以掌控 日耳曼的种族是优一切 可以掌控世间一切 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不明白这一点 所以就很多的错误的 这样一个行为 伤害到很多人的生命 同时在承受这种苦的果报 所以佛法告诉我们 很好用 所以你认知一切法的 自信的清静在什么 能够极灭所有错误的认知 那这个认知 错误的认知怎么来 就由我们的心 去分别它 然后去怎么样 给它筛选 筛选什么 我好跟不好的 靠边站 我就要怎么样 计较多一点 然后计较的更延伸的 把它巩固它 就执着了 哇糟糕了就开始要造业 真的的就是生死痛苦轮回不断 所以这里一直讲 政治界的观念建立 缘起合合 钢体就空 而空不是空洞 而空就是能够展现 那么更多的这些现象 那你怎么知道呢 用我们的心去认知它 那认知了以后怎么样 极灭错误的认知 才不会分别计较 让自己苦更多人苦 而这样的认知做什么 知道因缘变态 动态的变化 你都能够明白 然后你才能够善用 这因缘的变化 来帮助更多人 其实就是帮助自己 所以真的 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作用 认知就叫智慧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 又直接的说 作用在哪里 极灭 极灭什么 所有的生死烦恼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就以为是来讲 说更细的 这个心向的变化 就你跟对成产生的事 马上就跟自我的中心贴合一块 说分别 这是我要的 这是我讨厌的 哇 开始就一直衍生衍生 然后又回训到我们的 阿赖叶四种 然后马上碰到你的情境 因缘 又现行来影响你 然后让你错误的认知 越来越严重 所以真的苦海无边 要回头是岸 就要把佛德教导的方法 真实界 牢牢的去 运用它 一切都是空的 空的不是眼睛 眼睛见了看不到叫空 不是 知道它怎么变化来的 你才有个同理巴纳的心 它是不得已的 它是有原因的 它根本不知道它变成这样 为什么会这么做 不明白 它要是明白 怎么会如此去做呢 不会的 所以我相信 人人都具足的佛性 是觉悟的 这个佛性就指什么 就刚才讲的自信 就是空性 也就以佛教讲的空性的觉悟 就是能够明白 不仅是极灭 所有的分别计较 更进步怎么样 人人生命的尊贵平等 你才能够发挥 我们的佛性当中的大慈大悲 如佛一样的 发挥得到什么 极致 我们真的不这么用太可惜了啦 真的太可惜了 所以我今天听到一个老师 他的眼睛受了很多的苦 但是呢 在我们的心 要去感受 眼睛受的苦的因缘的和合 有很多的条件 那真的我们一时之间 也没这方面的专业的一种知识 而来做出一个 所谓那些的违缘在哪里 然后怎么去对治他 我们只能够借助专业的医师 而来做一个引导 但是佛法让我们的心怎么样 接受目前的状况 那状况你就会更加积极的一种警惕心 视日已过 命意水解 你会珍惜你每一分每秒的起性动念 跟空性 自信的空性相应 那你就不白来生命这一招了 哪怕明天要跟大家say goodbye 我多接受 不要恐惧 不要不安 那就是我们的亲近自信 能够产生智慧 让我们极灭这个不安 真的 下一个谁会发生什么 尤其这一次的COVID-19 很多人的一种棒 醒过来 对呀 我计划好好的 什么都不见了 如梦幻泡影 说我要做什么 完成什么 怎么样规划好 怎么突然都这样子 佛法告诉我们的心 随时在这个因缘当中去观察它 要我们怎么样 去随顺这个因缘 就投入它 投入它说 就是要接受了 不仅仅是你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都承受这样的一种 一种结果 但是有学佛的人 不会当作是苦 当作是什么 苦地的真理 让我能够怎么样 造成我苦的原因 我要怎么样排除它 让我的心 实时保持安稳 安稳地接受它 甚至能够感受说 我们做不对的 这些的因缘果报 马上改变自己的身心行为 投入了这样的因缘 更多的关爱 更多的温暖 更多的怎么样 去协调 让我们的世界呢 在不管天后 天灾人祸 能够更少 有我们善的心念 不断发出这种心念 实践在我们的身口意的行为 真的 这就是我们随顺这个因缘 让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考验 然后呢 又能够知道这个问题所在 我们自己本身做好 去影响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所以你不要小看说 我们呢 防疫的新生活运动 要没事你们每个人洗手 或戴口罩 或怎么样 觉得很烦 你根本不要觉得烦 为什么 不这样的一个底线 防复好 而现在整个世间 这个全球的因缘的 整个串联在一起 彼此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而不这么做的话 真的没有从每一个国家 做一个把这个底线呢 在疫情的扩散的底线 把它压抑的更少更低 我们每个国家尽量去做 自然而然每个国家都减少了 就会带动全球的这个疫情 能够真的缓和 所以真的 我们的智慧 就是在击灭说 这个我不愿意 我不要 等等这些 所以这些能够击灭 你的不愿意接受烦恼的心 佛法就说 我们的智慧就要做这些 不要怎么样迷惑的自己 跟外在这些 不是多大的关系 而是我们要能够看清楚 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而去改变我们的是什么 恶心 杀心 嗔恨心 种种我们讲的贪 嗔 痴 慢 疑 还有什么 邪见 认为没有什么因果 我想怎么做都可以 所以佛法就告诉我们 很多的现象 所造的行为 就要承受这样的果报 都怨怪不得谁 都要从自己真实的 一种忏悔的心 悔改的心 不再去伤害别人 这些行为 而彻底的去 从心念去觉知 然后觉悟 不再去犯 自然而然 很多问题都可以解消掉 所以我们谈到我们的自信 就是这个空性 而让我们的智慧 能够击灭所有这些状况 那你明白了就政治界 要去做呀 怎么做 主事禅法 在生活当中面对的人事物的起心动念 你都要观察到 能不能相应到空性 所以一切都 不非不是究竟实际存在 哪是我认知看到 叫做我最正确的第一手消息 错误 瞬息 万变哪 你的智慧随时啊 对我说一直讲 动态的因缘的错综负载变化 我们都还看不清楚 马上就心里一个认知 就是这样子 就对了 没问题 我看的 我听的 我理那的 我接触的 就是这样 不要如此 随时说 真的是如果看的 我听的吗 我又没有看错了 有没有看不清楚了 所以很多问题就不会产生 你不会马上就把它贴上标签 就是这样子嘛 还有什么错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 让我们的那个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被局限住了 它能够击灭 所有一切的对立 对立我们这样子讲的 哲学叫二元的对立 就好坏 种种的一堆 所以你看我们六祖大师在谭经里头 告诉他的弟子 有三十六个对法 你要掉落在这里面 就是什么 有一法可得 就没有相应到空性了 所以我们这个简单就 凡所有法可以得 你可以感受 可以这样的一种认知到说 有这样一法存在 佛法都跟人家都不对 真的 这很好用 只不过六祖大师把他举出三十六对 其实还有更多的 只是说用这样的代表 所以我们常常说 不是这样子 就是那样子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 又卡在那里 又有一种对立种种一切 所以佛法告诉我们的智慧 这个智慧在这个佛陀教导的 这样一个方法里头 结起来叫做什么 波仁系的这里面的 教导的这个方法 说凡一法 凡在金刚进场什么 凡所有相 你看到的这个相就是法 称为法相 都是什么 皆是虚妄 也就是什么 不是真实的 偏偏人家就是这变化 他没有说我是真实的 是我们的心怎么样 没有认知到他把他击灭 说我的分别 对啊 就明明我看就那样 你看了当下 他已经在变化 你看不到他那一个变化 然后只看到前面那个变化 就对了 所以金刚进很简单 你所有认知到 心所能够认知到的相 都是什么 虚妄的 凡所有相皆虚妄 然后又跟你讲很多的比喻 如什么 如梦 如幻 如炮 如影 如露 我们应该做什么 如是的观察 让我们的心去观察这些 所以才能够极灭 你种种的分别计较 妄想执着 自然你就没有烦恼 让你生气不安 处处都是自在的 哪一个不在享受生命 感恩这个生命来自父母 更感恩师长三宝给我的法身会命 能够充遍了所有的智慧的功能来帮助更多人 为什么 让他不要起烦恼 让别人都快乐的过日子 你不觉得你的人生意义是充满了什么 很有意义有价值的 不过明天我刚才听到老师说 一个眼睛很辛苦 然后另外眼睛又受苦 我当然心里也不舍 所以在每个人我们碰到的时候 更能够强大你的心智 怎么样好好把握你现在的每一个生命 在你每个起心动念之中 都去实验他说 现在身体不舒服了 我的心是不是坐在上面 不安就产生了 马上去做检验 所有的起心动念跟空性来相应 那这时候你要感恩 这个身体的不舒服这个状况 就把我们的老师了 善知识了 我说我患病的时候已经十一二年了 我说那时候患病 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不然个性很急 什么讲话也快 走路也快 什么都快快快快 然后快到看不到 别人需要你融入去配合的因缘法里头 我就看不到 然后就抓住了说 我现在要做得赶紧要做好 那个都是怎么样 没有看清楚 智慧 没有看清楚所有的状况 所以无法击灭什么 我要说的很快地完成它 所以讲话也快 走路也快 吃饭也快 什么都快快快快 那我就没有办法用智慧来击灭 我这些在做分别的 所谓有什么分别 快才做得好 不要托泥带水 跟我们讲的心思很集中的 不托泥带水又不一样 所以你随时都是什么 要一种恒常平静的心 安稳的心来面对自己的身心 跟外在一切所有的法 真的是在受用享受生命 所以佛陀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报身 自受用报身 他受用报身 他有这个法身 乃是这个硬化身 我们真的智慧都没有把它用到这方面 通通要想把它硬化什么 叶叉 罗叉 面对每个人 我就是生气 我就是不满意 所以你的硬化身都是怎么样 去让人家看到很可怕的那个脸 或是看到很忧虑的那个硬化身 人家佛陀跟菩萨硬化身干嘛 你现在有什么困难 我就变成那个样子 然后让你能够接受我 喜欢我 然后我讲的话你听得进去 来帮助你能够身心的 没有烦恼 然后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我们要把我们的硬化身做这个 我们都是在那计较 想到这个我就怎样怎样 想到那个哇 不得了了 所以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智慧 充盈了我们的身教报身 就是一种什么样 知道所有一切的因缘变化 都是有原因的 那这个原因也都在变化 所以你不要只抓紧 其中一个怎么样认定就全部了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那我们能够真正的去运作 是因为我们的法身 是充便的每个因缘变化 是无形无相的 所以你不要认定哪一个是你要帮助的对象 而那个就是不应该的 没有这些 而法身就是在面对所有不同的法 都是一种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它 所以这样给别人的识跟悲才是真正的落实 因为智慧知道这一切都没有真实的对立跟差别 所以我们的法报印都不用 都用在什么 有啦 种种制造烦恼的这样的情况 来让自己的身心在这种苦恼的伤害当中 而不能够怎么样行决过来 就很可惜 所以今天要谈到这个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这个性 见性 就指我们的空性 就是自性就是空性 所以空性你没有相应到 你就无法击灭种种身心的苦恼 苦恼我们再很快讲过去 那造成苦恼是什么 就刚讲心用眼睛的根 面对到看到对象产生接触的 产生的掩饰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在这样一个 所看到都是因缘的变化当中 你不看到这个 只看到一个结果的法 然后就认为说我看到了 我明白了 我清楚了 所以你就认为 这个现象是实际存在的 这时候就没有什么样 落实去限量到这个自性是空的 所以这时候 你智慧就没有击灭了 你说有啊 我清楚了 我明白了 我看到了 然后就停滞在上面 就什么 以为这个就叫最真实 就最对了 所以这样的 你没有体验到这个空性 就这个自性 你无法击灭所有的分别 计较执着妄想 那就不用了办法 让我们的心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功能 来击灭一切 让你击灭以后 你产生的安稳 对啊 你我都是这么的因缘变化 多难得啊 我现在变化成这样子 又要再变化 别人也是在变化 你凭什么说 他就是那样子 就固定在那里 说明明他就这么差 这么这么坏啊 真的 我们都 我们就都自己瞎了眼 我们又不承认 都会说什么 都是别人 其实这样 问题都处理不到 那就是苦自己 真的 我觉得我们生命还太有限了 尤其在这个无常的生命感 我讲COVID-19 或是很多身心家人的变化 我像我的一个师兄 80岁的 前几天 脚踩空了 那就断了 然后他现在呢 能够用佛法安住 就会说 对啊 已经遇上了嘛 我就要接受嘛 我心里就不要跟着烦嘛 然后也不觉得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都是人家在做 然后都是别人这样 不要这么想 你能够用什么 安稳的神经 带出笑容 生病的 受伤的 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遇到因缘和合 那时候的脚踩空了 那时候的身心的状况 还有整个观察不清楚 脚就会踩空了 所以一个因缘和合 那腿就会断了 对不对 所以你明白了以后 就说 哎呀我怎么那不小心啊 哎呀那个就怪罪 什么什么都不需要 而知道这样 接受他以后 然后去处理 说为什么踩空的原因 草太高了 看不到地面 跟这个实际的这个高度呢 产生的落差 好 那我们知道 我们就要去做处理 一面 以后面的人 不小心又跟他一样的状况 还有呢 碰到这种状况 我们不明白 我们就拿个手杖 去测量这个地面的 跟你眼睛认知的高度 然后让你能够一步一驱的 如履薄冰的 脚一步步的稳 而不是什么一下子 就踩空了 所以这样有我师兄的这样的因缘和合产生的法 有个视线就让我们有个什么警惕的心 然后警惕的心我们的智慧就产生什么 击灭我们怎么样 一种很轻率的心 时随便便的 认为我看到以前就是这么走 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呢 对不起 你现在就是怎么样 脚就要踩空了 所以我们智慧的功能会击灭过往的经验里头 你会不会停留在那里 而让我们能够面对当下的因缘 去清楚怎么走 怎么注意 然后怎么能够保护自己 这就是了 所以佛法讲的智慧的极灭 让你不停留在过去的经验 以前我都是这样做 为什么现在就不可以 还有以前你比较年轻 现在也老了 手脚也都死顿了 你不要一直在比以前 要活得怎么样 有智慧一点 你这样会很辛苦 但是我看到我师兄这样视线 就马上我们要观照到 如果是我 该怎么去注意 怎么面对 还有这个环境的 这个因缘我们怎么做改善 不是蛮憨的 你就自己要小心啊 你自己就要拿拐杖啊 你自己就要注意了 很多人身心状况的和和 那时候刚好他累 或天气天后的热 还有身心所谓的条件的状况和和 让他那时候不得呢 脚要踩空 要腿跌断 你能说怎样呢 所以佛宝讲苦极灭到的真理的极地 我们就知道这个原因 我们要去做改善 所以这块的改善 我已经跟政府申请很久很久了 那家师呢就上过师傅 师傅就要求我 你那个进行的怎么样 你没看到吗 现在多少人在那个地方 整块都没整理好受伤了 所以我师傅知道 我已经尽力跟官员 拜托了交涉了 请他呢能够注意说 如果在这种状况 这么多人受伤 政府要负起这个责任吗 以前都是用这样 政府都不理你 半年一年还是那样 所以那块地区很有趣 刚开始在十年前 我们有一台车子 它要停车 结果要踩到甲油 结果爆冲 从我们的现在停车场地方 冲到下面去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做石头搏杆 没有挡住他的车 他冲下面去 然后也是他的什么样 善根福报怎么样 碰到下面那个大石头 让他卡住 不会继续到马路 去跟人家车子对撞 这是其一 然后后来我们的这个蒋布萨 在工作当中也跌落下去 然后在这之前 我们有义工在那边帮忙 做那些事情 可能体力不足 然后刚好那样又有落差 也跌死了 哇很多 然后最近又我们的法师 所以说真的 我就是要更大的这样一个 一个肯定的态度来跟政府来做沟通 不然他们会认为 就是按照程序要拖再拖 也不是拖了 这怎么讲 就有他们的流程作业 所以真的 所谓伯伯伯讲的这些因缘的和合 就让我们知道说 怎么去知道因缘的变化 然后用我们的智慧 还有沉淀宁静的心来做处理 然后所谓宁静的心什么 政府这时候跟你托 你也要接受 不要跟着烦 跟着照 反过我们要做个警戒线 然后要让告知大家 要更小心 就各种的因缘 我们自己也要去补充 要去提醒 要去做关照 所以这里就谈到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 生命的一种 通过佛法正确观念的 一种什么建立 然后让我们落实在这个方法 能够体验到本来我的佛性 就是能够击灭 种种错误的认知 不会让自己痛苦 我也不会让别人痛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体验见性 体验生命 反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这样的一种功能 能够击灭种种的差别 这是我儿子 这是我女儿 就要听我的话 我是他老爸老妈 现在年轻人整个大繁星 没有人要理你 我记得多年前 常我们流行就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哇 那个真的 造成很大的杀伤力 所以说 在这样我们的一个认知下 能够体验真实的受用到 生命的 在这样一个决心的状态之下 要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珍爱 互相的恭敬 互助 互信 互量 种种要体谅 不要只认为说 我想的 我做的 我看到的 我体验的 怎么都是最对的 不要这么想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因缘 在他的心智开发 都不一样 他能够接受的程度 就是如此 那你看到了 就不应该要去 再怎么跟他 一种对立的 一种冲突 你明白了原因了 就知道他并非虚异的 并非刻意的 是整个因缘 他的条件 就呈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说当我们智慧 在引导我们 在面对任何的事情 真的就能够产生 冲突 对立 越来越少 就因为能够击灭 击灭 主要击灭什么 自我的中心 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见解 我们的体验 能够放下的时候 真的就看到 更宽阔的 整个面相 面相什么 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明白了 那我能够跟他 一起来学习 他某方面就是我的 我不足的地方 来让我来学习到 然后我自己呢 有一些好处或缺点 别人也看到 然后也可以包容 也可以互相的观摩学习 所以你能够这样子 互相的体谅 就能够产生一种敬重 然后甚至产生什么 感恩 没有这样的人 我看不清楚 自己不容易看 都是处处盲点 要说别人 很快 他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很快 都不用经过思索 想自己 我没有错 我都已经尽心尽力了 做得很好 怎么有问题呢 怎么样 所以伯伯讲 无我 无我是什么 不会老是讲 我 这个这样才好 我 这样才对 或是我们常说 一连串的事情过来 你又说 我好辛苦 其实是肉体上是有辛苦 但这个辛苦的肉体 也是一直在变化 不是一直在沉重很大压力 也能够苦 他也在变化 有时候变化 有时候变化怎么样 我心一静下来 然后我平常用功的觉知 心能够保持平衡 不会对那个身体的泪 跟着他怎么样 没力了 我不行了 没有跟他 没有这些 然后就保持平稳 看着 好奇妙 体内的这样一个energy 它自然恢复得很快 我就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 静下来 自然让我们的气 跟息 运作得更顺畅 你心一个烦的 就像这个卡住 那个气就走不过去 或者在这里 很烦的 很热闹 那气就憋在这里 然后这里 我们在小指观 有教我们十二席的 能够方法 这里很丈夫 就观想在脚底下 然后那个气息 能够通上到全身 而我们很简单 心保持平稳 管它你脑边脑 脑边不好 你心一静下 奇怪 它就通了 自然运行得很好 就你心有沾着在 不喜欢 好恐惧 或讨厌烦 那那个气息运作 就觉得就跟你一样 你就心里 有个打结的地方卡住 那个气会叫它顺息 气会运行得很好 很难 所以就奇怪 我就屡事不爽 确实 心一静 什么问题 身体的问题 都解消了 什么解消 你什么时候才会不痛啊 你说什么会痛啊 你越想就越不痛 就越痛 你就管它的 你要怎么样 都不理它 让我心保持平稳 就佛话讲的什么 一心 我怎么肯快呢 因为平常用功方法 那个觉知 我知道怎么样的状态 是我只要保持 知道的时候 清清楚我所有的状况 但我心 不要跟着它跑 然后我保持在 我的觉知上面 就是平稳的 不乱动的 很快 身心这些问题 马上解消掉 纵实是说 没什么休息 只要那个短短的 不到四分钟 五分钟 三分钟 就产生功效 这是要加以训练的 在哪里训练我们的心 要放下所有的分别计较 所以把你我们的心的 亲近的自心 就极灭 就是智慧的功能 常拿来用在起心动念之中 也就是说 这个相应到空性了 空性就是不执着 在任何一个现象 任何一个法 然后它的实际能够 让你心平下来的作用 就极灭 所以都是一样的东西 懂吗 从这个面向的功能 叫极灭 然后从这里讲说 本来就是如是 但是讲本来如是 你又听不懂 你又不会用 就要讲了一大堆 讲这个又怎么样 那个又怎么样 你会说很烦 翻了覆去 讲同样一个东西 但是你就是不懂 为什么 没有体验 没有这个渐性的渐体验 以前也是听果如师父讲的 我们说天花乱坠 但是要抓 抓不到任何一个 用功的时候 到底要用师父讲的 这句话去用功的 还是那个句话去用功 那自己就搞得迷迷糊糊 他讲了这么多 是来说明 你有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是这种状况 你就用那个方法来处理它 而不是他讲那么多 你全部都抓过来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用 很多人就会讲说 我多念一些佛菩萨 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然后地上王菩萨 还有什么恩苏斯蒂菩萨 他说佛菩萨叫多一点 到时候我有苦难问题的时候 就很多人来帮忙 问题在你的心很乱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感应到 佛菩萨的慈悲 你心很贪 又要观世音菩萨 又要地上王菩萨 又要阿弥陀佛 又要本世释迦牟尼佛 说你心很乱 就不能够集中达到一心 而感应到任何一个佛菩萨 都是真正的慈跟悲 你听懂意思吗 其实要怎么样 你自己心要静下来 你才能感受佛菩萨 无时不在 是你的心很乱 才会说 这个观世音菩萨 这时候我呼喊他 叫不来没用 赶快地上王菩萨 他地狱都能够不空 这个有用 我没用 赶快来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哇 心好乱哦 你怎么能够感应到佛菩萨 所以很多事情 是要我们的心 能够静 能够安宁的时候 你就能够感应到佛菩萨 真正的慈跟悲 所以国陆师傅这里讲说 如果我们没有见性 我们面对很多事情 真的就是会颠倒 而做出错误的行为 所以要谈到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也是我们佛法 不共于其他宗教殊胜之处 就是讲到什么 法的现象 我们的自信是空极的 而因为空极才能够极灭 我们错误的认知 而不让我们颠倒去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而有这样的保障 我们生命才叫什么 喜乐美满幸福 说真的不困难 我们太复杂了 然后复杂那想得很严重 然后严重都会往别人 不会往自己来改变来调整 所以佛法讲无我 就是说没有办法掌控 世间一切 包括你说你最亲的儿女 你掌控得来吗 自己的身体就没办法掌控 还说它是我肚子生出来的 真的 我们看着也是蛮辛苦的 所以古鲁师傅说 若没有见性 这些问题反过来问你们 来问什么 你用功到一个阶段停留 再说我用功得很好 我身心有清安 没有烦恼了 你还停留这个境界 那古鲁师傅逼扎你 逼扎你可能是一个怒目金刚 然后用一个严厉的一种口吻来问你 什么是佛 你就会 佛 你就会掉那个佛 你的心里想 佛的境界多高啊 我是凡夫可怜的众生 我怎么知道是佛 你马上就掉在他那问的东西里头 或者是说是什么 佛你可能相信 佛就是空性啊 就是怎么样 无我 你还经过想好几圈 都不是我们的清静自信 所谓的清静心 清静心的自信就是空性 所以它的意涵是一样 就清静心不是从这里所展现出来的 而是用什么分别心叫做望心 来想说佛性就是觉悟啊 然后觉悟就是跟众生没差别 因为都是缘起信公啊 结果你看 这个是你自己真实的体验而说出的话吗 那时候果如师父一看 根本不是你 为什么 你还愣了一下 还想了好几下才说出来 马上就怎么样 棒子就下去 棒子下去不是惩罚你 要你不要停留在里面 要我们不要死在这个境界 而要当下承担佛陀证物的 我要靠自己证物 而不是什么 食人牙托鹦鹦鹉学域那边的绕来绕去而已 没有 所以你看我们的禅宗的祖师大德很厉害 马上用那个身段 所有一切来展示 有没有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 人家赵州和尚 他被问了 什么叫做是我们的佛啊 或叫祖师希莱裔 或什么叫佛的大业 他说诶 郑州产生大萝卜啊 你就想这什么答案啊 我问你祖师希莱裔就是我的佛性是什么 他回答说 一个郑州这个地方出产生大萝卜 就一记棒很好的意思 这为什么不是答案 就是答案 为什么 清静的佛性就是觉悟到 所有一切的因缘法都是怎么样 当下就是最圆满最清静的 所以任何的因缘云原法呈现 就是在展现这个什么佛性 所以他就讲 对啊 郑州讲出的大萝卜 大家都竖起大拇指啊 好吃啊 甜啊 然后他又讲说 又能再问了 他又回答说 什么 说做一件那个 一个长山啊 一步山啊 就是佛性 而且这步山还怎么样 重达七斤 你就会掉在这个 有这个七斤 然后有个地方 然后佛性就是很高在上的 然后这些所展现的平常法 你就觉得是 不殊胜不好 然后产生个对立 高 低 优 烈 我们极灭就是极灭这些 所以祖师极灭掉的 这些的分别性 处处哪个不是佛性 佛法的展现 所以白萝卜为什么不是佛法 的大义 的中心思想 因为都是缘起信空 懂吗 所以就能够处处展现的 灵活运 自在 而我们就卡在里面 佛就是很高 我没有办法达成 然后就认为自己很可怜 很怎么样 没有福报 没有智慧很差 都不要这样 而当我们用功道一心的时候 就极灭掉这些分别心 然后极灭掉人 任何一个想念 都不再生起 自自然人就是这样子清楚 然后又不著作在任何的分别 这时候就是什么 见性 真实体验到 真实的佛性就是空性 这个智性就是空性 能够产生种种极灭的作用 这个作用我们就给他一个叫做智慧的显发 说绕来绕去都一样的 你们说一下子讲智慧的显发 一下子讲极灭 一下子讲空性 又讲自性 这到底在说什么 统统一样 只是从角度的切度跟看的面相不同 以前我也说奇怪为什么说这个我怎么都搞不懂 奇怪现在就是清楚 就是在说同样的事 而且实际在运作了 你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不然你这看文字 看不懂 看不懂 更不能忘文生意 会曲解 所以为什么要三字式来带领你 然后严格把关 你有没有明白 真实的意涵是透过你体证以后的正量 而相应的 而不是在用你的分别的旺序来做什么错误的认知 所以古罗师傅说这些问题我反过来问你们 我们怎么样 人就是哑口无言瞠目一对 自己不懂分辨不出来的 一定是掉在什么 自己思索的陷阱里面 倘若我们真正的知道 就会知道为什么 见闻觉知的当下 你看见看到了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或鼻子闻到的 那觉呢或是觉悟到觉知到所有一切的 你就是在 你说觉悟一切在哪里 在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你看到了以后是马上就相应到什么 有一个念想出来 所以在见闻觉知 就面对不同的因缘变化 所展现的这些的法 我都给它简单什么 人事物 而引发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都知道 这些都是非旧心 都因缘法非实际存在 所以不管见闻觉知或叫起心动念 都会相应到诸法实际上是什么 缘起空性 所以你就不要想说 我喜欢的或别人讨厌都不需要 不要掉在里面 要活出我们的菩提心或叫佛性 那一种什么活活泼泼泞泞朗朗 让我们什么 我们今年常讲禅月为时 法喜充满 最近我们师父跟我们一起上课 我们又重新在整理这些的见闻觉知 在我们的起心动念当中 真的要回归到法本来的缘起的状态下 我们不要误会了 这些法的现象都没有问题 是在我们错误的认知 而来分别计较 所以在这里说不要掉到自己失所的陷阱里面 要明明白白 为什么这个见闻觉知当下就是佛法 所以刚才见闻觉知的佛法 弟子来问你 什么叫做祖师希莱义 或者叫做什么叫向上一拙 或者说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所以赵州和尚就会回答大家的见闻觉知的 当下就佛法说 对呀 珍州大萝卜 或是在青州做一件布山的重达七经 或博树下庭前的博子树就是佛法 怎么不是呢 因为都是因缘和合而展现的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个状况随时在变化 所以你就不会死在一起 就是佛呀 就是什么 不是你真实的体验 所以我常举例我师父说 他施工上圣下的老和尚在教导 这些修行的时候就有一位外国的法师 然后用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施工看到他的因缘的条件成熟了 就问他一句说某某法师你是谁 他就回声一大声的一句话叫鸡蛋 所以你想鸡蛋怎么会 是啊 我见闻觉知当下看到的鸡蛋 跟我这个长征有什么差别 你说长征是人呢 会思维 然后能够可以做一个修正的工作 鸡蛋不行啊 你不要去做这些 怎么样 鸡蛋也是因缘和合而生的 所以就打破他跟我的一种隔阂 这样的一个泛线不存在 是啊 在理上都是因缘和合 就是都是元器法空性法 但空性法的当中他又产生各种的变化 他这时候因缘和合就是该鸡蛋 我这时候因缘就是成这个样子 都是在因缘的机制下 有什么要对立的 不需要 所以他当下就每一个我都说用功的好辛苦 或是我现在还不开悟好可怜怎么样 没有 就是鸡蛋 他展现他打破种种的二元对立的差别 所以当下就说鸡蛋就是我 然后用功之后也不停留在鸡蛋 用功以后全身使尽了吃奶的力量 一时瘫痪的在那里 全部力量用出来 这我自己有体验过 哦真的都连做的力气都没有 所以那时候我们做煎香的就要过去了 把他 叫他要深呼吸要放松 然后甚至要躺下来要帮他保暖 甚至要给他喝一杯温开水 然后身体要稍微给他按摩 按摩一下 因为用功集在气集在身体某一部分 很僵硬啊 都动弹不得啊 所以就你体验过 然后有师父教导我妈妈 还要去观看怎么样状况 随时要保护大家 所以这就说什么 见闻觉知的大象都是佛法的体现 所以哪一样不是 然后你认个不是就我们又要怎么样 分别计较了 所以我们的智慧都不击灭 所有的二元的对立 所以这龙树在中观有八步啊 知之中这个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不依不依不依 不长不断 我们常常就卡在这边 所以佛陀呢那时候的新兴宗教就有个什么 96种的外道来踢管啊 都是在这些的问题上 所以龙树菩萨就把它绘整成 有八个命像这样的问题 让我们产生的这些问题 就不能够击灭这些的 就有痛苦的问题产生了 好那给大家休息一下 好我们接着再看 说为什么见闻觉知的当下就是佛法 在那个状况之下呢 是没有所有所谓的自我 跟所有的外在的条件的一种分别对待 所以见闻觉知能感受佛法就知道 也就是云启法 都要能够充分的具足呢 才能够产生这个法而让你认知到 所以这个法呢 如果少了任何一个条件呢 就再也不是你所看到能够认知的 纵使你认知到的这个法 它当下又在变化 所以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 无法能够随着它的变化的脚步 那常常跟不上 然后又把它说 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不变了 所以呢 我们佛法讲说 错误上的一个颠倒 然后又再 这个颠倒又再多一重的颠倒 为什么呢 本来我们能够认知的这个心啊 本来就是空的 无我的 那就偏偏认为说 这个心的功能能够抓取任何一切 你想要的 想说怎么样能够掌握住的 所以呢 延伸出去呢 就变成了 所看到的对象 也认为是真实的 所以从有一个真实的我 在延伸出去的 所看到的一切 或所拥有的一切 认为都我可以掌控的 认为都是我拥有的 所以叫望上交望 所以造成生死的一种轮回啊 颠倒的根本在哪里 就是智慧没用 就叫无明 无明不明白 本来就是无我 第一重的颠倒了 又再加第二重 我看到的 我认知的 我所拥有的健康 我的身体 我的财产 我的儿女 我的名声 我的地位 我的权利 从这个认为一个我 衍生出去 说我要再掌控这些东西 所以根本的颠倒 就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 不知道本来无我 说我施工元旗的时候 生死皆可抛 本来就没有我 所以你见性体验的时候 为什么都生死 没有生死可得 一切的因缘的变化 这一期的生是真实的生吗 佛法叫做无生 因为这个生是在变化的 也不是就不见了 是真实的灭也没有 所以说你要生死真实的存在 而能够体验这样子的话 面对生死病痛来临 你心能够做主 而不会变成什么 颠倒恐惧不安 痛苦烦恼 而做主就是智慧 知道这些生死 是自己造的业 该自己去酬长 没有人可以替代 那我们就要勇敢的去接受 逃避的来吗 何不转换一种 什么正确的一种 去迎接他 接受他 而在这个死的当下 也是我们种种的弃印到法 就这里讲见闻觉知 都是法的相应 就知道这期的生命 并非真实的断 也并非真实的存在 所以佛法告诉我们 那无我的当下 当然就是不生不灭了 甚至也没有来去的 这些实际存在 或是说这期的生命 有长跟断 认为就没这期的生命了 或是有一个真实的灵魂 存在的长 会认为有一个真实的 依我这个佛性可以掌握住 说能够正得涅槃 或者这个意 说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当中 是无法掌控的 而佛法告诉我们修行 以后是什么 常乐我尽 恒常的心面对所有的变化 都能够平等的接受 让我们的心是处于一种安乐的 我们生命品质就是如此 而静呢 所谓的亲近 就是面对各种因缘变化不同的人 我们的亲近心都能够什么 产生慈爱 为什么 极灭了所有的对立 所以你能够持跟悲给所有的这些的 因缘不同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亲近的生命能够真正把你的慈悲心 乃至一种什么 一种愿力愿心 时时都把它运用在面对不同的人事物 然后运用这个我呢 是什么 很常能够用慈悲智慧成为自己的生命 而来面对所有不同的状况 所以我们佛法修行 佛陀告诉我们都是常乐我尽的 而不是反复的认为的 常要永远掌控我的健康 我的儿女 我的世间 我的权利 而认为有个真实的我 不能够受别人伤害 不能践踏的自尊 而不像这个无我 是无掉我们的执着分别计较心 才能够让你生命那个我 常常是慈悲智慧 而来让你的生命去运作 来对待世间的见闻觉知 或叫待人处事 都是能够怎么样 让人家欢喜没有痛苦 那你这样的生命才叫清静 没有对立的差别 不会这是我的国家的子民 然后这是别的星球的人 而有这么一个差别 佛法讲一切的因缘 都要完全具足 才能够呈现那个法 都是这样的法才叫最清静最圆满 所以佛法修正是常乐我尽 而我们的凡夫就颠倒 不常乐我尽错误 然后修行到二生又一个颠倒 认为有一个法真实的什么 受用到了 所以这比较清静 所以佛法讲八颠倒 凡夫的四颠倒 交上二生的身文圆觉 所修正的这一个 另外一个颠倒的常乐我尽 所以佛法告诉我们 要远离放下这样一个八颠倒 而真实落实到生命 自己慈悲智慧所应运而出的什么 常乐我尽 所以二生的凡夫就说 一切都是无常的 好恐怖 而不到无常当下都是不断的 是这样的运作 这叫常 这叫真理 而真理让你怎么样 不会再担忧恐惧 但是你不会浪费生命 在烦恼跟计较当中 你常常让你的心保持什么 恒常的安稳 接受各种的因缘变化 不管考验也好 或是对你也好 你心都怎么样 不跟着怎么样 波动 波动什么 不好的赶快要远离 这是无常生死冤家 生死是敌人 赶快要把他断除 而不知道大圣的佛法说 生死冤家 他也是元起法 是空性的 自信是什么 极灭的 你为什么要断除他 你不去照做他 有生死烦恼吗 所以不用去 所以他如冤家 赶快要把他排除 然后那个修行的 清凉的禁忌 叫做涅槃 我赶快要去把他正德 然后认为一个涅槃 给你掌握住 佛法说不对 涅槃也是空 所以涅槃的自信是空 说我们证悟的 这样一个内涅的智慧 要极灭 有涅槃法可得 所以就能够怎么样 放下二圣的这个颠倒 所以你看凡夫的四颠倒 无常说常 然后如梦汉的一个变坏的乐 没有真实乐 他认为真实乐 认为有个我不能受伤害 认为一个清净 是要永远要得到什么 怎样的状况 而这样的颠倒当中 到了二圣 有另外一种的颠倒 而到了大圣告诉我们 生死即菩提亚 烦恼即涅槃 也就是没有任何的对立 为什么 你智慧就是观照到 一切都是源起法 才能够具足产生 这个法 一直在变化 都是空性的 你明白了以后 就不会怎么再颠倒 所以才能勇敢面对生死 然后利用这个短暂的生命的生死当中 去做对世间有意义的事情 你又不会蹉跎浪费时间 也不是担心怕死 就贪生怕死 都不会很积极的去运作它 但是又不是怎么样 都是平稳的 而不是过意说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有一个法要追逐很好很好 然后有一个法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 该看这个姻缘这时候怎么投入 你自己就是很稳定的 很常 就禅定当中 知道所有一切的心 都达到那个 寂静不动烦恼 能够真正的智慧 把所有事情 在姻缘的变化 你都是随顺它投入 去真正的做好 所以果罗师傅说 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相应到 见闻觉知当下 处处都是佛法 所以这里又举出 主师为什么说 法在目前 法就在你眼前 从没有离开我们 就你的认知去面对它 所有的一些自信都空性 也就认识到佛跟你 有真实差别吗 你是要求佛吗 你是要求你自己的佛性 能够产生什么样 种种的错误的认知 要击灭 就要怎么击灭 我就是要担当 成佛这个道路 再多的苦 我都愿意去做 愿意去承担 不怕苦 苦什么 只有身体的苦 那不算苦 心里的苦才叫真的苦 苦什么 我就是都没有办法 我就是做不到 然后怎么样 不是你做不到 是你做不到 放下你的自我中心 你巩固那个我 不能够受到伤害 所以这就无名 生死的根本 这我们的生死的根本 就是这个无名 有那么有个我 要得到别人的肯定 那怕这个被伤害 所以说佛法说 法的自信就是空 也就是讲一个无我 空的意思就是说 在变化 所以这个变化 就是它不是怎么样 可以不变的 还有是什么 它不能够掌控别人 掌控所有说 要按照它的意志 或者它的想法来形成 没有办法 还有这个空是什么 它不是独自唯一 可以成的这个法 要有很多的因跟缘 这么多的条件 才能够产生这个法 所以这样的一个特性 就叫做这个空性 那这个空性 很多人还搞不懂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无我 我不是指我生命这个我 这个我 要能够满足条件 就是唯一 才叫做我 这个我还能够怎么样 掌控一切的变化 为它自己所想要的 还有这个我是什么 固定不变的 的存在 结果呢 世间每样一个形成的这个法 都不符合这三个条件 所以佛法才讲 世间所有这个法 这个都是什么 无我的状态 那无我的状态 简单的讲就是什么 就是空性 那这个空性还能够表现什么意思 这么多的变化 都有很大的空间 那这样的变化的状态 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法 所有的法 展现出来的它各个的自性 就它该要变成什么状况 什么变都在展现 那这个展现的自性 就是说 有没有真实存在这个法的不变了 没有 所以这叫做空性 所以空性就是有这么多的变化 产生这么多的变化的法 给你认知到 所以说这样的空性的法 所以就叫做 为什么叫无我 它这个空性 就是能够要很多条件 才能够生出来这个法 那这个法是不是永远都存在 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存在的时候 你能够掌控 说我掌控我不要老啊 我不要死 甚至要求什么 不要病 不可能 所以这样子来说这个无我 说我们简单无我是什么 无掉你的执着 或叫做执着的分别计较的心 而这个我是什么 暂时的假我 假我这个这一期的生命来做什么 佛法的修正啊 听闻佛法啊 实践佛法啊 证悟佛法啊 证悟佛法的时候 你自己的亲近的自信就是佛性啦 所以就是如此不困难 然后你有讲到空性或叫无我或叫自信 它能够实际的功能就是能够击灭到你这些错误的认知啦 那问题你怎么样知道你能够错误的认知呢 你心要宁静 所以在勇家正道歌或都讲的指跟官 要用禅秀的方法止住你的妄想分别 然后才能够让我们的官的智慧能够明白这些因缘变化怎么来的啊 你就知道啊真的是这样的变化迅速的变化怎么因为我平常认知就是固定不变就是这样 结果不是耶 光自己的念头不断的生跟灭 你就想哇怎么变化这么大 你心越安静禅秀的方法越来越好 观察自己的念头才知道变化这么多这么迅速这么复杂 但是你的心在这个禅秀的方法 不会随着念头的变化又跟着什么去攀缘去相应它 然后就心又变成很复杂很多心了 没有办法说用禅秀的方法把它集中变成一心 一心能够达到什么样安稳状态 然后当一个观察员来看我们的念头的生生灭灭 不被他什么自己的念头带着跑 所以修行真的不困难 尤其我师父教我们的汉城的这个祖师禅法 所以你就是老师相信佛所讲的 人人都是佛 你都有这个决性 那只是佛陀讲的决性 你确实相信了 而不会看心自己 说不可以然后浪费生命在这个烦恼当中 来伤害自己 而肯定说是 我会往修行这道路走 那走很简单 就是把佛陀所讲的道理呢 时常画在内化到生命的当中 这里讲的见闻觉知或叫起心动念 都去想说对呀 都是清静圆满的 但是我就是不清静不圆满 甚至还生起的种种的不满 即叫撑脑的心 那为什么佛陀说是清静圆满 那你相信哦 所以他只是说那什么是清静啊 那为什么又是圆满啊 而生起说他自己呢 把心的完全相信 他说人人都是清静 我包括我自己也都是圆满的 跟佛一样什么 大慈大悲啊 种种教化众生的这些功德 跟解脱三面都具足 那为什么我现在体验不到 然后也运作不出来呢 那你就要把心在这上面 对呀那是什么 佛说我就是跟他一样 那为什么感受不到 那道理是什么 所以你相信佛讲的这些道理 确实就在你生命上 可以表现出来 但是你现在表现不到 所以你把很多的分别 妄想计较的心 转换成什么 我想要知道 我的生命就跟佛一样的 清静庄严 但到底是什么 所以主持财法的话头很简单 就生性自己就是要往成佛 而且是跟佛一样 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 但是我现在还不明白 所以我把我所有的 这样一个心的想 很多复杂的这个想法 通通用一个什么 一个我要明白自己的生命 清静庄严 而来怎么样取代 这么多的分别计较 执着妄想的心 就看你老不老实 在确实的这个上面 就说对呀是什么啊 就这么简单的而已 但是大家就想到很复杂 怎么可能是这样 就是佛法就是要减法到 你的种种的分别绩效心 能够怎么样沉淀下来 不叫断除啊 妄念烦恼也是什么 空性啊 自性是空的 你断什么 要除什么 你的一念清楚 就自然放下它 那你现在放不下它 就要用说对 烦恼就是菩提的意思 跟我我的心就是佛心 是一样的 但问到底是什么 你现在想要明白它的心 然后心又能够挤在这边 就等到止息的妄念 那么多的妄念烦恼 这时候先跟你分开哦 然后分开的时候 你不会只达到说安定而已 因为你起一个智慧的去 一个关照 我的心就是佛心 佛心就是我 那到底是什么啊 这样的一个关会 不会让你停留在一种定计当中 心没有起分别 那另外一种状况很严重 我昨天上课再讲到无忌 我现在身心清明 没有烦没有脑 只是它觉察不到 以为就没有 然后心就不去做观察 然后这叫无忌 不对的 在禅修当中两大病 一个就是昏尘 一个就是什么无忌 这个两个致命伤啊 会让我们的心的 这种产生极灭 各种错误的认知 你就达到 就觉察不到了啦 所以我们主持成本很简单 就把所有 你完全相信佛所证的 主持大德按照佛所证的 自己证悟了 这么多的传承 到我们这一代 我们不要输他们了 我也是人了 他可以证悟 我为什么不可以 要担当大气魄 然后把所有的妄念烦恼心 完全用一个想要明白 我的心就是跟佛一样的 清静庄园圆满 是什么我不明白 就想要知道他这样一个角色 然后不得已给他名字叫怡情 怡情不是怀疑啦 怀疑我真的可以成佛吗 真的可以生命的圆满吗 不是你肯定决定可以 但是你没有真实去体验到 受用到 所以你开展不出来 所以呢把所有的心就放在说 我要明白我的心就是佛心 那这个佛心当下心里有很多的烦恼 对呀 佛徒说烦恼不是实际存在 是空性的 那到底是什么 你很简单就把所有的心 在走路也是这样子 吃饭也是这样子 做任何事情的见闻觉知 包括你自己的起心动力 都是说到底是什么 是清静是圆满是空的 是什么 而这样子把所有的心 集中在这上面 自然就打散了那么多的 无法形容的多的分别 计较 妄想 执着的心 通通被一个想要明白 生命的圆满 庄圆还不知道的 这一个给取代掉了 然后这个取代掉了 不仅可以达到定力 还能够达到用观 观对呀 佛性是什么 所以你心这时候就不会停留 在这个极境当中变成什么样 死极而没有会的作用 所以主事财法是指根官达到定更会 很棒 我自己就用这个方法受用到 所以我可以很肯定 很 正宗地跟大家讲 这个方法决定可以帮助我们 解脱这样一个生死烦恼 不再颠倒 但是要从禅宗讲 悟后继续要怎么样 真实地修保认了 保认了你所悟的东西 再进一步面对到任何的正文觉知 就起性动力都相应到空性 说你相应你所悟的那个内容 就是缘起空 没有真实任何一个法可得 所以真的很信心我们在汉传佛法的 这样一个因缘脉络里头 我们的六祖大师 所开演出来的五家器中 然后到我们现在 不管是草动子孙临继子孙 现在是流存下来 那也是让我们的净土 净土中也都是在非常流行的一个法门 能够让真实让我们证悟自己的清净圆满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那珍惜一定要政治界的引导 才不会盲修瞎恋 修说我要成佛是要靠阿弥陀佛啦 你念阿弥陀佛是要活出你自己的自信的佛 自信是什么 就是觉悟的佛就是空性啦 空性是什么 我生命有什么困难 我困难我知道问题在哪里 但我不会掉在那个困难的恐惧 或说无法排除 而知道这些的困难是有原因的 那我明白以后呢 排除的困难的原因 那个苦果就不存在 这就是空性 就是觉悟的我们的佛呀 碰到什么问题 知道问题要怎么处理 然后又不会让你自己陷在困难里面 说我不行了 我没办法了 我已经临界点 我压力已经够了 那就不是佛性在用喔 佛性就知道 没有真实的压力存在 然后又能够产生什么 处理压力的问题 试压 第一个 不被压力给你压住了 第二个 解除压力的智慧用得来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的佛性能够达到呢 这个空啊 就不会把你时事给套牢了 然后这个空不被套牢 就刚才讲 一直讲极灭 就是这样子 其实很简单耶 你们有没有听懂啊 我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都在说同样的事情 但是打开头说 是吗 可以吗 对 是吗 可以 去参 就是你参的 对 就是参 我师父说 我们的师父不是我师父 我自私的 我师父 我们的师父说 凡有你不明白的就去参它 甚至你要说 那参不去参 就参我的爱人的名字 我师父可以 为什么 你那时候招招失失目目 就在想那个人 所以你的心就全部在那个人 那所有的分别妄想执着都被取代掉了 但是那时候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没有会观说 这个你招失目想的这个人也是空的话呢 那到时候会出问题了 那到时候会出问题了 心脑都很安定的时候 那到时候那个人不出现在你面前 然后不能跟你真的是 勇于爱河的时候 你会发狂 所以 所以不能变成狂慧 狂禅 一定是定跟慧 那定就是知道一切缘其法 并非真实存在 所以你不会陷在你面说 那个爱人我不跟他相守一生 以后生生世世 我们再来结缘吧 你就掉在这里面也不对 所以说这个空性 就让你心的定 不会在变化的当中迷失了 心还保持住 我们常常做主 做生命的主人 不会说人家一笑 你就跟着动了 人家一哭苦恼 你就跟着悲哀了 就跟着我们一个老师说 看他这种情况 我悲愤不已 你马上就被这境界 把你带着跑 没有把你生命的 这个事实能够 稳住自己生命的主人 不是说没有悲悯心 是变成那种相怨的人 不是 我知道我同理心感受苦 但是我想说造成苦的原因 我该从各个方面 怎么样来帮助他 或他造成他伤害错误的行为 我要从怎么样的角度 什么样的情况 而来去帮助他 而不是我来取代什么 悲愤 不安的心 而是我有感受 同理心 但是我同理心呢 在用智慧去处理 怎么帮助到他 确实离骨得乐 进步还让他 证悟他生命是跟佛要圆满 这是咱们要做的事 就成佛这条路 OK 不是这辈子就可以overknow 继续走 所以说没有这些问题的呈现 你就说 我要拿也不清楚 我都把明白 我的做得很好 是吗 这个就是话头残的问你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你不会一直掉在里面 什么事情都是满我的心意 都在我掌控中 不是 然后就想 为什么佛可以做到这么圆满 那到底是什么 我也可以啊 那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所以每当我们在拜佛 你说这拜的佛是我吗 我是谁 我就是佛 佛就是我 是什么 我每次在拜 我师父就存放 长生 吓一跳 什么 谁在拜佛 然后我就跟前面一样 咬口无一眼 沉默以对 什么 不知道 又打下去 每次都这样 都立我在用功很专注的时候 都突然给我一个鼻子 我都吓一大跳 坟都飞了 然后 然后他问什么 我就搞不清楚 等我用功到一心的时候 摆什么 摆毒不清 摆魔不饶 他打我就看着他 但是我不被他影响 但是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所以只能看着他无言 讲不出了 还是被打 但是我没有任何的称脑或不满 所以你为什么打我 我都还没讲 不等我的 没有 我知道我不清楚而已 我乖乖的 不知就不知 我不会骗他 也不会骗我自己 然后继续再用功 嘿嘿 他看到对了 你就会跟他应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应对 等我清楚的去找他 他就偏偏跟我躲什么 我在这边 他就在走来走去 我就是 我们还有放那个 在法谷山有小餐的牌子 只说把名牌放在那个坐店的后方 表示你要小餐嘛 那个建乡法师或祖法的 这些的法师或军事会来的时候 他就会带你 都没有人理我 那我就乖乖又这样 等师傅靠起来我就说 我找你 你来叫我 他跟比比 师傅很通的 然后就叫我说 好 我就走过去了 所以很多每一个因缘 你在自己用功 抖露了所有的 见闻觉知的这些 有任何的认知呢 或产生的对立 通通会放到一干二净的时候 真正就是明白 为什么心就是佛 佛就是众生 众生的心就是你的心 你明白 真的没有在对立 在那一刹那确实明白了 但是明白了以后 你要怎么运用在 你日后的生活的 每一个作为当中 你所认知的 这一个的现象 就表现在念想的时候 都要相应到空性 每一个我在认知 每一个被认知的对象 没有实际存在 都在变 所以你的智慧就要跟上 它变的是什么 所以你说杀人放我 你看到它是结果的行为 但是它的心 身心都在变化 我们看到了吗 所以你说到认知说 这个多不好不好 它都在变化 你不能用这样 把它套出说 它就是真实的不好 很多很多我们智慧 没有马上观察得到的 那我们常常就只看到 认知那一段 就认为它就是这样子的全部 有事公平 所以佛法的智慧 就能够看到每个因缘的变化 能够平等的来对待 所以主事才说 佛在 法在目前 包括佛也一样 就在你的眼前 眼前展现什么 元其法则 元其法的当体空 就佛法在目前 你知道佛的讲一句话 什么叫见到我 见佛 不是看到佛的肉体的色身 生命变化 是什么 见到法 见到什么法 元其法 所以你能够体验到元其法 那就是见到佛 那你说那个佛是那个外在的佛 佛就你自心的佛 就是觉性 佛性啊 能够呢 把佛性觉察到 任何的法的变化的因缘 都当体空 而空展进这么多的妙相 你都能够怎么样 懂得怎么回事 而能够怎么样 欣赏 鼓励 赞叹 而取代了什么 不满 讨厌 嫉妒 那一些 不是 真的 所以那种修行的正量 打那个进步 说看哪一样不好啊 都很美好 为什么 他知道美好 他这时候的因缘 他就走到地步 然后呈现这个样子 然后他再改变 你引导他 从解脱的 从菩萨到成佛 他就会往这方面 不断地展现他的身心啊 他世间的所有一切 都是往好的 帮助世间更和乐的 这个条件 你都是去做引导啊 诶 这样就就是什么 欣赏 赞叹每一个 产生出的因缘法 没有一样不好 你就看清楚 他为什么会做成这样的原因 就想要你的孩子 你生出来 他在跟你哭喊 你就这时候 肚子饿了 这时候要换尿片 这时候怎么样 你明白了以后 你会讲 怎么不让妈妈 爸爸好好睡了 吵什么吵 哭什么哭 你会吗 你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智慧明白了所有因缘变化造成的情形 你明白 你就不会去计较说 你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状况来面对我 或是怎么弄得处理这么糟糕 或是怎么样怎么样 不会耶 然后你也明白我自己尽了心力的 问心无愧了 那常常保持有惨有愧 一种忏悔的心来面对所有一切 真的你就能够呢 心就很柔软 柔软就是听得进别人给你说的一种忠告或一种规券 你会说 我已经做了这样的辛苦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想前气怎么样 不会 你心和柔软的时候保持有惨有愧 有这种忏悔心的人 很容易听得进去 别人为你说的任何一句 不管你喜不喜欢听的 你都能够接受 那接受以后不会说 哎哟我好悲惨 我好可怜 我很差 我怎么怎么样 不会也不会 就要改啊 那这是很好的 然后充满了能量 一种向上的动力 我们就是常处于安逸 什么都好也没关系啊 有我也好 没我也好 随随便便 这个就是把自己的心 怎么样 那种功能 那种积极 那种无所求的心 不被捆绑的心 都怎么样 全部把它什么压着 不让它产生作用 那真的是浪费宝贵的人生 所以听闻佛法以后 你知道我们最近 我们师父每天 一周有四天 他就强到 他在以后的修学过程 然后怎么样一个改变以后 得到身心的什么利益 然后我们继续要怎么去感受 众生的苦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都很感动我们 然后师父又举出 你不要说 我每次都跟你讲一样的 奇怪 我每次听到感受都不一样 师父就说 你因为就是有那个问题 我才要再说呀 那我们很多普通说 师父你都已经讲过了嘛 还要再讲 不都一样 你的身心在变化的觉受 听取受用 都没有一次一样 是你起了个分别心 然后心脏怎么 很不耐烦 然后每次都在讲这些 真的 我们的问题没有改变 你有那种豁达 哎呀一切都可以来 什么水来什么什么挡 冰来什么降挡 对不对 你要怎么样都可以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普梅明的什么 音语和声度和声 我讲难听说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那个是智慧的善巧 这时候你要这样讲 他才听得进去 那鬼你给他说人话 你说他什么 我就不相信 不相应啊 还诽谤佛法 你这样有帮到他吗 这叫帮倒忙 所以为什么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是这样 所以真的不容易 你真正的慈悲 要帮到他 一定要智慧 没有智慧 你就是怎么样 哎呦 越做越糟糕 人家恨你恨 讨厌人家不行 你那么啰嗦干什么 我知道了 还要讲 他就不知道那个苦口婆心 那个苦口婆心的人 就是没有智慧的善巧 所以爸妈不在冲突 以前不在冲突 跟我兄弟 你就晚上要玩那个什么 什么电动还是什么游戏 玩了那么晚 一两点明天还要上班 你骑车或开车 不是很危险 怎么办 那孩子听得都烦死了 然后母亲没办法 最后怎么样 把那个网路线咔嚓 然后开始呢 拇指又开始冲突 吵吵吵吵吵吵 没有一天安宁 所以呢母亲就想不出 这个孩子怎么用 什么方法来 帮他处理这个问题 想不到啊 他心里很急啊 然后就一直用那个手段 触及到他儿子的底线 结果就怎么 火山爆发 那一发不可收拾 那再也不能够 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当我们心很平很静的时候 就是他的问题所在 你能够产生爱语 爱语就是他听得进去的话 来保住他的生命 跟他种种的一切 所以你出于善意 一定要有智慧 人家才能够听得进去 才能够接受你的好意 来帮助自己 而离这个苦 而不是一位说 我就是要帮你 我就是为你好 你说你好 他就觉得你很唠叨 你觉得很烦 所以我们以前不是说 在一个国际的症灾症 祭瓶的时候 不会说我是高高在山 我给你的 你是很可怜的 人家都要以平等法 那他说来来来 孩子们 车上有很多的礼物 来带家去搬一搬 搬了好以后 大家就可以抽奖 有什么礼物可得 那孩子就想说 我靠我自己的劳力啊 去搬下来的 所以呢 我有这个 可以得到这份的这个奖赏 而不是你施舍可怜给我的 人家去做到这样的一个 去帮助人家 他考虑到别人的立场 这不就是什么 自我利患 当下佛法就是以我我在相应 我高高在上 我是有钱者 我可以给你吃 你这个就可以免挨饿 你生命就保得住 你看我对你多好 你以后就要听命于我 你就要感恩我 就要报答我 我们背着这些就好累 怎么不能报答我 怎么都对我恭敬一点 对我多好一点 你就活得很辛苦了 佛法讲无我 他现在暂时不过 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和合 展现福报不够 所以没有得吃 没有得穿 而在那个国家里头 因缘的和合展现是过 也牵涉他过往的素质的这些的根 不管二根三根 所导致他今天展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并不代表他永远都是在这种吃不饱 种种的恐惧不安 都会改变的 所以你不要认为我高高在上 我有能力 我现在这个福报 像美国是天堂什么的 我就想要掌控一切 像世界的霸主一样 那世间的很多的什么 人祸啊 征战了 战乱了 就会产生了 而佛法告诉我们 无我 就要平等的去爱每一个人的生命 保护他们的财产跟自由 如果能够这样真正的世界 真的是 我们讲的大统世界啊 很美满的 就佛国净土 所以我们太虚大师好几位 虚姻老儿上 包括 很多位这些长老大的 都要配上什么 人间净土 当下就让我们居住的世间 能够用我们的慈悲智慧 每个人都如此去运作 我们这一个人间的净土了 当下能够体现佛法真实 殊胜珍贵的地方了 当下就改变自己 而把生命美好的种种一切 慈悲智慧悲悦 能够用在所有的 这些不同的因缘里头 所以说为什么说 法就在目前了 你这个法不要认定好的法才叫对的 不好的话就不对 不是 这个法就讲元旗法 过往素食的根基跟今生的因缘 导致他因缘合合 而有错误的行为去杀人犯佛 一样是元旗法 一样就空性 所以他并不是原来就是一个杀人犯 是因为有错误的认知 导致于有很多的行为才会产生 而这样的行为产生的变化 我们给予一种什么耐心 也给予一种爱心 给他温暖来改变他刚强错误的心的时候 他的行为也会转变 那就成为不会世间的一个什么包袱一个负担 所以就是说杀人犯佛是元旗法 而让我们去感受到的时候 我们的智慧才能够带领我们取代我们的愤愤不平 而给他的慈悲是改善他这个人生的观念 再给他再教育 而就很多就成为对世间有帮助有贡献的 而不成为一个定时炸弹 所以太多的事情呢 而要我们以张无恶的空性的智慧 才能够击灭种种的纷争战乱 而让世间更加的美好 所以说法在目前 这个法就所有的因缘和合的法 叫因缘生因缘面 这当中就认世间的舆论有好与不好 所以都是法 所以你要以平等的心去面对接受 那面对接受做什么 才能够处理它 这个问题才不叫做trouble 能够把问题转化成什么 让世间更加积极努力的去 来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观念 能够处处来照顾到别人 考虑到别人 所以这样那个法的视线呢 就告诉我们 我们该如此杀人放火吗 你看他造成他的什么 妻离止善 整个世间的动荡 乃是危及到国家 那这样做我们该如此吗 所以他这个缘起的一个法的展现 就告诉我们来警惕我们 警惕我们哪些在教育 家庭的教育 还有很种多的干涅 还有种种一切的政治或经济 是不是达到一个均衡 我们这个都是要 我们要学习观察的不简单 因为每个人不同的根基 资量障碍 那么多声累劫的 所以造成的共同的一个 感召的一个什么 共业的一个国家 一个地球 错综复杂的因缘 所以佛法为什么要有什么 天眼通 宿命自正通 还有包括他心通 还有神足通 而重要的什么 漏镜通 这一些的智慧通达的 都要来怎么样 处理世间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不同的物 跟世间一切 你才能够知道 这因缘的变化是怎么 这样一个错综 你能够理得清楚 才知道问题在哪里 怎么对症下药 然后那些 对世间有帮助好的缘 你怎么要去开发 怎么创造 你开发创造 靠你一个人 怎么可能 就跟你不能够掌控一切 所以你一定要 你的信念能够感动 身边很多人 发出善心 善意 善念 善行为 这就共同来 叫做创发 把握姻缘 这样知道吗 说哪那么容易啊 所以说 你要虚心的学习 然后就放下自我 自我的哀恋 自我的感伤 自我的一种什么 执着拱 拱拱的心 不容许别人的伤害 所以那个叫做慢心 就是什么 贪 撑 吃 慢 就是骄傲 骄傲的是什么 我很好 一种骄傲的是什么 我很差劲 就叫悲慢 就一直在那个苦的当中出不来 这也叫慢心哦 一个叫高慢的心 一个叫悲 自卑的悲 悲慢的心 然后让自己走不出来的那种苦啊 不要如此 还有个什么 怀疑 怀疑没有因果 没有来生 也没有过去 那我有个真实的乐可以掌握 或有个真实的苦 好可怕 所以有这样的 贪 撑 吃 卖 乙 还有邪见 种种错误的认知 心外求法 认为是谁给你的孝灾免难 然后有什么灌顶啊 有什么求什么钱财啊 有个真实的 有什么未来的 不说灌顶的问题 是你错误的认知 所以呢在这里 所法在目前 那目前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都叫做法 都是源起法 因缘生 因缘灭 没有固定不变的一个法 可以掌握住 没有 所以但又有主事说 目前无法 你看 你说一个有法无法 如果你掉在里面有一个法 跟没有一个法 那你就死在里面 是你自己的 这个法是跟你讲有法 这个源起法 就告诉你有实际存在的一个法 叫有 永远的有吗 没有啊 然后这个法是跟你讲说 目前无法 对啊 这个法是迅速刹那间在变化 这个无法就是指空啊 空就在变化当中啊 所以一个在变化当中讲他的理 这个空的这个道理 所告诉你是无 那这个给你讲有 就这个无的当中 空性的变化这么多的 暂时呈现的如幻的这个法 叫有 叫如幻假有 都没有问题啊 问题是你卡在说 哦这个有叫真实的有 啊这个无呢就是真实的没有 是我们的问题 掉在主事故意给你讲一个有跟无里面 实际他们有跟无都是什么 空性 自信都是空性的 所以你自己不要掉在里面 是我们的问题 还有法师这样的一个手段 是当你执着在 一个说一切都是空性 认为就没有 法师就说法就在目前 破斥你的那个认为就叫虚无断灭的这个空 所以法师说目前就是什么 法就在目前 那另外一个呢 就会掉落在说 诶 这一个法有真实的存在啊 你就会说有一个就徒弟问他的师父赵周和尚说 狗子啊有没有佛性啊 他就有一个佛性可以掌握住 那赵周和尚说 无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狗子有没有佛性 他说有 其他听了 这个讲无 那那个讲有 你掉在这两边 那你就是 怎么想也对立 你的清净心的极灭 就无法了 为什么你掉在两边啊 而不知道 他讲的有跟无 有一个是如幻的假有 那一个无呢 本来就是变化当中没有实际存在 就是空就是无 都没有问题啊 但是你自己分别掉在 这个这时候讲有 到底是有呢 啊他又跟他讲无呢 还是无呢 所以你掉在两边都不对 而不知道这个都是元旗法 而元旗法呢 掉落在一个虚无对面的 这样认为无什么都没有 他就告诉你有 而这个有就怎么样 又是如幻的假有 又不是实际存在 所以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有问题就欣赏不到 法师对他弟子教略 教化的手段 的这一段的因缘 你就看不到 然后你就看到说 喔他讲的有跟无的结果 就说欸怎么会这样 是你自己掉进在分别的心里头 所以就看不出主师的善巧的手段 就他的智慧的运用 所以我们心呢没有达到极灭在 掉在有跟无 你没有极灭掉 就主师故意就设一个陷阱 然后让你怎么用脑筋的分别 叫生死心 叫妄心在思索 那就不跟自己的佛性或真心 就不相应了 所以不要掉在里面 你说你的 我用我的方法 就是不明白 能够把这个主师禅法里头的话头 就是不明白 继续用空下去 到止息所有的分别对待的心的时候 然后我心又在观会说 我就在不明白我的心就是佛 那为什么用不出来 在这种不明白的 这样移情下面继续用功 你这时候能够放下所有的见闻觉知 所有的分别对待 全部放下 连放下的时候的心要放也没有 那时候就观音菩萨耳根讲什么 极灭现前 极灭现前就是我们讲的极灭 所有一切的受用境界 你都不会认为你在受用 叫做极灭现前 那时候的受用是什么 真的都没有任何妄念杂想 然后那个妄念杂想 也觉知到所有的念在动 都不受他影响 任他自动念头的生命 与你无关 与你的心 认知他都没有什么关联 是截断的 确实能够做到这样啊 那个禅定就可以了 但禅定不够还要会去通打 这个的因缘的变化是确实是怎么样 不是实际存在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因缘怎么变化的过程 你明白了才知道 确实如此 所以那时候定会均等的时候 才是真正我们的自信的佛性啊 才能够真实的相应到 好 所以这个祖师说目前无法 眼前所见的不自法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懂了 就会跟着祖师转来转去 有没有看到 你不明白就掉到一个有一个五 就跟着他转来转去 结果呢 永远跟着他们的舌头前后打转 不知如何是好 所以参禅是欺不得人的 清楚明白就是清楚明白 见到自信 有没有这里自信就是什么 空性 然后空性的作用就是极灭 极灭所有的分别的对待的 所以见到自信就自然流露出来 无法刻意造作 所以这就是昨天讲的什么 永迦郑道哥讲的无师智自然智 他不是刻意造作 是我们的心就是这么的微妙 能够自然相应出来的自然智无师智 这个什么智 一切元其法的变化 当体就是空 所以你不会迷失在这个空所 所生起的这个万象 是如幻的这个假象 你把它认为真实的像 比如说你认为烦恼的这个像 是真实的 好可怕 我就这么没有用 然后我就怎么样 是吗 都是缘起的 哪有个真实的这个像 叫存在啊 所以呢空性当中你提自己 能够去体验的时候 看到这个如幻的种种的这个像啊 你就不要把它抓住不会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到法宝的另外一个段落 六祖大师谈到说 善知事 我此法门从一般若 生八万四千智慧 何以故呢 为世人有八万四千的成劳 若无成劳智慧常现 不离自信 勿此法者即是无念 无义无浊 不起狂妄 用智用智真如性 以智慧观照 于一切法不娶不舍 即是见性成佛道 哇我们六祖大师这一段 讲的把佛陀的精髓 里头的这一个真常违心系 都把它说的 既是呢 般若空中 然后乃至到我们的 尾世 这个无相 尾世呢 没有真实的像 到这个真常违心 可以赶帮我们浓缩 在这里头 他所教导的这个法门啊 我们待会再来做说明 好我们接着看 六祖大师说 善知事 我此法门 说我教导的这个法门 能够从一般若 生出了八万四千的智慧 什么叫一般若呢 就是诸法的实相 法 所有的现象 他真实的 样貌真实的相貌 是什么呢 叫缘起 行空 所以这个诸法实相 现在呢 缘起行空 用一个名词来代表一波人 这个一不是代表一个实际存在的一 是代表更古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如此的 叫做缘起和和当体空 所以这个一是代表 所以这个一是代表 亘古长存这样的一种真理 一切的法的变化都在因缘的身 而我们能够知道 而我们能够知道 在那个状况 这叫般若 般若就是范文的因 就是能够明白 这些的是如恨 无我的 所以在那个相貌非实际存在 所以我们能够相应到 这叫般若 好 从这样的一个 一个真理 我叫个名字 就真理所展现出这么多的像 叫诸法实相 都是空的 所以才能有办法从这个真理 而应对不同的根基的人 或要处理记守的事 或处理种种千变万化的物 就是这个世间 比如说山河大地 包括我们的桌子椅子手机相机 这种这一切的物 你都能够知道 他的因缘变化何来何去 怎么去处理他 所以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人事物 那我们这个诸法实现的空性的道理 就能够展现出 这么多的事物的里面的 要去应对的 要去处理的 要处理恰当的 把问题给处理解消掉的 所以叫智慧 而说那么多的 简单的用一个叫八万四千的智慧 能够产生出来 倘若不是诸法实相是空性的 那你怎么能够变化出 用这个八万四千来代表这么多的 要相应的智慧 你怎么变得出来 就是因为空性 容许这么多的千差万别 所以因为空性关系 就是这个一般人 就诸法实相 就叫做缘起信空 所以才能够有这么多的 应变而产生出 处理恰当的这样一个智慧 那你看勇家大 不是这个六祖大师怎么说呀 说何以故呢 因为世间人 这世间人不仅只有世间人 包括弃世间 包括你要处理的事情 就带人处事种种一些 以人为主要来做说明 因为世人有什么八万四千的烦恼 就是看不清楚的地方 认为可以占有他 可以去执取他 认为可以牢固 让自己来受用的 所以这样的无名 导致的烦恼有很多 就暂时用个名字叫什么 八万四千的这样的一个陈恼 陈恼就指烦恼 陈呢 就像灰尘那样的 那么多 那让你怎么样 劳心劳力的 然后你不晓得这些陈恼 又不是实际存在 那问题你要怎么样 把陈恼当做实际存在的 然后怎么样 把它掌握住 所以让自己很辛苦 所以就有烦恼 自己承受这样的苦果 所以六祖大师 为什么要诸法实相 这样的空性 要产生出八万四千智慧 因为要对应来处理 世人的八万四千的陈恼 所以这样的陈恼 就是很多的不明白的 像芝麻蒜皮的小事 哎呀你都把它抓得紧紧的 都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陈恼 就是那个非常维系的这些东西 你看不清楚 你就会执着在上面 然后他自己就会自己受苦了 那六祖大师说 倘若没有陈恼 其实真的也是陈恼 不没有实际存在了 那就是说若无在这种状况 我们的状况没有 陈恼实际存在不可得 那就为什么能够这样 就因为智慧常限 智慧能够时常去怎么样 看清楚这个限就相当于见了 见到了明白了体验到了落实到了 说什么 这些陈恼根本没有实际存在 所以说智慧常限 后面有一个说明 不离自信不离空信 也就是不离无我的空慧 就空信慧 所以智慧常限前 才能够知道呢 限前什么 限前这一些的陈恼也都是法 没有实际存在 它是有很多的条件 而产生的这些的法 或叫陈恼 所以这些的陈恼或叫法 抽到其中的一个 构成它的一个源 那这样的法 根本就不是不能够存在 也不可得 所以你怎么要把烦恼或业障 或叫智慧真实说它存在呢 它要是真实存在的话 那一开始就有烦恼 到最后也是烦恼 所以知道烦恼是元气法 非它的自信就是空信 是元气法 所以呢 元气法才有这么多的变化 所以叫陈恼这么多呀 八万四千这么多陈恼 所以陈恼的自信跟智慧的自信 都是什么空信 非实际存在 所以我们常常能够在起心动念当中 或者起心动念在见闻觉知当中 常常相应到这个空信 就相应到这个自信 那我们智慧就在没有用 没有用什么 极灭所有的八万四千的陈恼 或叫烦恼 那能够正悟这样教导这个法门的 这样一个修行者啊 叫悟此法者 那就什么 即是无念 我问你们无念是什么 没有任何念头吗 如同死人吗 是吗 无念是什么 在六祖坛经有一个很厉害叫 卧轮禅师 他说我没有 没有这些念想 那六祖大师说 我不是如此讲无念 无念是指 任他过往生命阿赖耶士种子的 献起的种种的念 让你认知到的 任我们自己的念 这么多的自动的生 自动的念 因为是空性 所以你认知到空性 任他念的生灭 而你的心不受怎么样干扰 所以这叫无念 没有这些念想的产生 而随即生起的什么分别计较执着 是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叫什么 没有第二念等等的 这个念生起你只是知道他 没有第二念 哎呀我怎么办 或是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糟糕 哎呀这个就是我要 这个好香我继续在用功追逐的到 第一念知道生跟心有这些状况 就知道就是如此 为什么他在变化当中啊 所以为什么要说 这个变化把它当作实际存在 说哎我怎么办呢 或者说我怎么又又如此的糟糕啊 把前面的那一个状况 把它抓住认为实际存在了 所以那个就是无明 不明白他是在因缘变化是空的 他自信是空的 所以不是你所认知的说哎好可怕啊 就把你困住了 所以你说该怎么办啊 或怎么怎么断除他呀 或是我怎么又从 又又让自己变成这样 所以无念 没有这第二念第三念 衍生下去的这个生死的念 没有相应到这是空性的 所以空性的变化当中 绝对不是 你当下认知的那一个念想 就叫做绝对是如此 叫做是这样的不是 所以这个无念是什么 悟觉悟这些因缘变化的当下 不是真实存在 但是他非真实存在 但是他产生那个念 让我感受到有痛苦快乐 我明白 但是我心不要跟着痛苦快乐 我的身体可能这个火烧来 我觉得不舒服 但是我知道了 我会把手离开了 我不会让他继续让心跟着苦 我怎么办啊 就像那个大火来了 你心就乱了 把平常学的能够有 这个就自己的那种灾难的知识 就没有 所以要放地身子 然后怎么用丝毛心 污着自己的口鼻的时候 让那个烟毒比较不会进去 才不会呛到 不会二氧化碳过多昏迷 所以那时候火来了 身体有受苦 而心不跟着苦 那时候的心的极灭 这种苦的恐惧 而马上应对你的智慧 说我该怎么逃生 所以这时候你就用得上来啊 所以在这里 你没有这样的尘劳 就因为不理我们的自信 没有尘劳的什么 实际存在 所以你的无念 就是没有这些刚才产生的念想 认为实际存在 而把心继续在攀岩 在第二念第三念 一直衍生下去 没有这些 所以叫做无念 也代表是什么 让我们的念头自动生自动灭 我们心清楚知道它 而不受到影响 当我们知道有这些念想的产生 就代表我们的过往生命 跟现在一种习气的串息 惯性在上面 让你自己的不由自主被它带着跑 所以我们觉察到了 就是这些问题 你会来改变自己的深口意 但是心没有跟着苦 我怎么又这样子呀 这多可怕 多污秽 多怎么样 没有 而知道怎么样 明白了以后 而来让我们的深口意 再怎么面对各种的境界 就像我们讲说见闻觉知 见闻觉知怎么操作 我们的六根 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身根 意根 面对外面的境界叫什么 色 身 香 味 触法 简而言之叫沉静 跟对静或叫沉 接触的时候 必须要接触产生的一个 事的认知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马上觉察到问题所在 问题所在就常常怎么样 掉在这里面的一种惯性的思维 真的看到同一个人 或同样一个行为 同样一个概念 你就马上怎么 把它组合认知到你说 这个好与不好 所以佛法就让我们知道说 第一念知道这些好与不好 心不会跟着攀养 再跟它相应 衍生那么多的后面的念头 而也知道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在我平常怎么样 没有一种觉察的心 觉察的心至少我们说 此界要怎么样 此界要诸 众恶莫做众善奉行 平常没有做这些 得去规范自己的身口意 比如说这个界很简单 我们常常那个 一个很简单开一个门 一个人心系的人开那个门 他不是刻意 他是自动伸手脚轻巧 而展现了那个的行为 就能够顾及到各个的因缘当中 而在让每个人都在那个 心平气和静念的当下 而来这个门就不会刻意的 这样的造作的碰很大一声 所以你不要看你任何的 一种维系的一种动作 都是从我们惯性的这样一个行为 不由自主的投射做出来 就像我看看我的注重或其他的 穿个放个鞋子 就随便一放一扔 然后到时候呢 整个就摆得非常凌乱 你不是说在吹毛求疵 那是从我们自己的身口意 在这个戒学去做到什么 让整个整齐清洁干净 那个就是常常你心明白这些 你的心都是在安定观察到 所有的作为 而不是什么心是什么 杂乱的或患散的 所以光你一个小动作 就知道我们自己的身心 什么行为你都要觉察得明明白白 所以从这样的身心当中 你就能够知道这些问题 在我们的念头一直跑出来 或自动生命就说 原来我在这个上面 在贪恋了 然后放舍不下了 就像我们在睡眠的时候 其实已经醒了 但是我们的关键是不是说 我可能身体还需要什么什么的 没有产生一种什么 那个意志力说就该清醒过来 那也不是一种很紧张的方式 总之你自己身心的状态 你都要觉察得明白 而不要让自己变得很僵硬 或是很松弛种种的状态 自己要去调整 所以这个在智者大师的小指观里头的 25种方便 就告诉我们在吃的方面 睡觉的方面 还有种种的气息方面 还有种种的一切都具足了 就是我们佛法讲的戒学 能够遵守好了 就让你那个心能够安定就定学 当下我们的智慧就能够运用出来 所以这个智慧运用出来是什么 不离自信 就让你的心常常 为什么能够相应到空性 元气法空性 因为你是一个 一个什么 自守自律很好的人 所以心没有什么很多的一些呢 挂爱 或者很多的牵绊 没有 所以心都常保于安定的时候呢 自然智慧就知道 这些因缘的变化 为什么叫做空的 不是实际你想的那样子 所以想的那样子是什么 刚才我们的六根 看到六境产生的六世 你就不会想成那样子 哎呀就是如此就是怎么样 不会 所以你要从戒定慧为佛法的三学的 这个大纲啊很重要啊 平常说的话 在一个什么场所的大小生 要干什么话 面对什么样的人 那怎么去倾听 然后怎么表达到对方都清楚明白 这都是 是让我们的心能在安定的不离自信 所以自信不是说 你要让它开发 让我们的心能够马上运作出来 很多人说 我怎么做不到啊 不是做不到 你平常对你的心念 所展生的这个见闻觉知啊 就是六根对六境 产生的六世的认知 你都不牵不除啊 只沾着在你自己所想的那个 然后一直在自己 把自己呢 放到这一个自己想象的空间里头 所以都觉察不到外面的因缘的变化 所以自己画你也听不清楚 然后什么行为的展 什么变化你也看不到 所以自己呢就困在你自己想的那一个的里面 我们叫这个空间里面 所以呢 就接受不到外在所有因缘的变化 你就觉得接受不到你怎么觉察 那你不能觉察的话 你怎么把自信的空性 我们的智慧 能够击灭这些错误的认知 你就达不到了 所以佛法为什么说 戒定会三学 集戒 集定 集会 欠缺一个都不可以 所以当下你的心没有预约去侵犯别人 你的心就是怎么定的 为什么你守戒啊 当下的心定就是会知道这一些的因缘变化 都不会重复再来 所以你不会浪费任何一个因缘 你说有我没我没关系 别人去做就好 不会 你会很欢喜的投入 哪怕那些是什么错误的示范 你就知道我自己错过了 做错了以后 我给我最大的一个警醒做 不要再做一样的 那知道的就要正去做 心都清楚的 不是嘴巴一直讲 没有用的 所以这里说 智慧常限 就知道 实时的用智慧 能够限起就知道 这些的因缘变化 都是因缘合合 所以如幻假如 不会同样的再重现 所以也可以知道说 没有办法重现的这些东西 当下就是这些晨脑 是没有实际存在 所以叫无晨脑 那为什么讲前面讲弱呢 就是一般反复都不明白这一点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误此法者 能够明白 亲自的去证悟到这样的一个法门 就是说空性的法门 也是什么 在这个妙有的法门 叫真空不二 这样的一个法门里头 我们当下我们的念 就念念清楚 那念念清楚 让所有的念 让他自动自灭 自动的生自动的灭 而不再加入你的个我的这个 有个真实的我 来去对他怎么样 再给他做分类 那我们问题分类在哪里的问题 继续连续不断的把它想得很严重 对啊就是这样啊 那怎么办啊 到时那 哇越想越多喔 越严重喔 所以我施工叫他 这个叫什么 惯性的思维 我们现在有惯性的思维 能够能够达到说 这一些呢 非究竟 我们不应该如此再 让我的念想一直在串流下去 所以大家截断 截断这样惯性的思维 所以是让你心要安定 你才知道那个念头的变化 叫做非究竟 说不要再跟他相应 不攀缘 你才能够解断他 所以让念头 念头让他自动的生自动的灭 才叫做无念 所以你没有去观察这些 念头生起的变化的因缘过程 你不知道啊 那你看这里面的内容 怎么会这样 怎么做成啊 怎么修啊 说我师父 果罗师父这次讲 自己有体验这边的过程 说他能够说出 当中里面是讲的是什么 然后我的师公上圣下眼老和尚 也是如此教导我们 就教导我师父 果罗师父 果罗师父也按照这样教我们 都是符合释迦摩尼佛的教法 也就是六祖这里是讲的 不离自信 不离空性 而空性当中能够含长种种的妙有 是如汉的有来利益时间 所以说这样子的务实法者 你的念念都是清明啊 不会在这些有个真实的念上说 哎呀有个我呀 有个对方啊 有个其他的什么这些念想 然后一直烦恼你啊 然后把你给困住了 没有真实存在非究竟 所以就能够打破我们惯性的思维 不再继续攀缘啊 哪怕你已经到第二第三念 没关系 马上觉察 马上放下 远离 他非究竟是空的 不是你认知真实的那样说 哎呀我真的不 没什么 真实的没用啊 真实怎么样 是吗 真的啊 看到这里为什么不醒过来帮助自己啊 为什么要这样伤害自己 说难题你对得起你自己的性灵是佛啊 你对不起啊 你不可以如此啊 然后你说你对不起自己 那你看身边的师长父母还有三宝 不能辜负啊 就是不要辜负自己 所以这时候物词法门的这样的人 实时的念念都是清清明明的 都是跟空性相应 空性相应才能够包容所有各种变化的 这些的什么见闻觉知里头 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为何如此变化 才能够真实帮到他们离苦得乐 而来做什么 安住佛法 我读到华言经这句话真棒 安住佛法 就是证悟佛法 证悟什么 你的心就是佛心 能够真正把佛心对众生的大慈大悲 你才能够一步一步跟众生一起接触 一辈子一辈子真正的发挥出来 都不用怎么样 刻意照做 前面有讲自然治 无师治有没有 我们朋友的智慧你就知道 这不是我的家人我要不要帮他 没有 都自然而然去做 这是平等的 有什么差别 所以无师治 自然治就这么去做 才达到什么 无缘大慈 同地大悲 这是因为智慧的关系 看清楚 一切都是平等的因缘展现 所以没有什么好跟不好 我跟他的对立 所以你的慈悲才叫做什么 无缘 有缘无缘都是平等的 就是能够跟他因缘 他就接收到我对他的慈心 他就让自己的心温暖 不再恐惧 不再痛苦 然后悲心呢 同体大悲 他的苦跟我的苦没有差别 他也是同样暂时走错路 我们怎么能够散瞧的方面 让他能够懂得苦 说不要在陷在苦里面 愿意让自己走出来 所以这些就是安住佛法 证悟佛法 所以说物子法则 这样叫无念 那就是让我们没有分别计较的念 而来对众生的无缘大慈 就是同体大悲 往这样的方向 不断的开展 一辈子一辈子做下去 所以这样子的话 怎么做啊 你说的无念 就真实的无念 他又讲更细的 就相当于为世的五象当中 无益无拙 无念你如何可以让我们的念 让他自动的伸 过去我对这个人的印象 而导致的这样一个念想 在我的阿赖耶士种子 会会异想到 然后这时候呢 为什么无念能够达到呢 就是因为没有异想过去 种种的一切 为什么 过去那一些到他现在 都在不但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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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所以你把他过往给你的印象 你把他抓住了 来异想他 他以前就是那么好 或者以前就是那么坏 然后你把过去那些又拉回到现在 说他现在就是这样子 不可改变的 佛法说不对 为什么 你过往对他的印象 他当下已经在变化 而且又经过的时间 又变化更多了 只是变化到怎么样 好与坏你不明白而已 所以 这时候你能够达到无念 让念头的自动的生自动的灭 而你不把过去的那些的印象 再抓回来说 来评论这个人 或处理这个事 说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做才对 没有 过往所处理的事的经验 在当时的因缘 转变到现在时空的因缘 改变了 你那一套的方法 处理事的方法 不一定现在好用 所以你不要把过往所对的人 或事或物的那个印象 把它拉到不同的因缘时空 说这样就对了 那你产生矛盾 是自己伤害自己 事情又做不好 那大家共同的更怎么样 更多的埋怨 所以呢你能够无念 就是能够不离开自己的智慧 就是空性的智慧 所以你就不会停留在过往的经验 我怎么都没进步啊 我就这么没用 是吗 所以你不要一直意念 在你自己的经验的感受里头 跟你讲这都是自信都是空的 为什么不断变化了 所以你不要去异想过去 那也不要贪着 现在或未来怎么样去握有它 掌控它 就像我们的老师说 另外眼睛又很严重的 那如果我们去异想说 我本来一个眼睛已经处理了 然后另外一个眼睛要借用它 而又导致另外一个情况 然后这个情况 如果你一直把它抓着 异想着 然后你的念想就会很多很多 那念想很多会让你产生更多不安 然后让你身心更不能够安住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的身心是 是什么往更苦的状况 让自己承担更多冤枉的 这样的生命浪费在这些不安 我们叫烦恼 就是情绪 真的不要 所以你能够达到无念 怎么样 无意啊 都已经产生过了 你不要去意念意着 意想它 把它再抓回来 还要怎么样 无着 不要贪着说 我什么时候才会好啊 或是现在很好的状况 怎么一直保持下去啊 它在因缘变化很多啊 很多不是只有单一的条件 你身体很多的免疫系统 或包括外在的环境 你看现在的COVID-19有没有 这种状况 状况 你的身体很多怎么样 或条件 配合得不好 而能碰到不好的这些因缘 又具足合合的 那就有这个病产生了 所以你要怎么样 要去抓着 要去担忧着吗 或贪着说 我要永远好 或永远不能不好吗 不可能的 所以你就放下这个意想 也不再贪着所有的一切 包括未来的憧憬 你都能够说 该是怎么样来的 我就去面对它 所以这时候你的念 才会怎么 衍生很多很多 让你不安啊 或痛苦的啦 所以你的念 无念就认这些的念想 自动生 知道而已 自动灭 为什么 你不会因为那个念 认知到以后 过去的事或未来的 去异想它 或去抓 贪着未来的 然后呢 让你的什么 第二念 第三念 第四念 一直出来出来 然后怎样 越想越真实 越严重 真的就是这样可怕喔 所以说无念 就是让我们 这个自信啊 说所谓的极灭 极灭什么 这里就更维系的跟你说 极灭什么 有缅怀过去 叫异想 还有一个贪着什么 未来的 憧憬未来的 没有活在每个当下 就每一个 分分秒秒的 起心动念 都不清不楚 所以你看这个从空性当中 毕竟空 开显到整个心向的 或叫心形的变化 它就用那个原则告诉你 是无念 无念 无念就要怎么样 能够无益 无浊 所以就不起什么 狂 忘 狂 就已经不真实的 欺骗别人的 忘 就已经是虚假的 那些不真实的这个念头 你要把它认为很真实 然后来怎么样 欺骗自己 对啊 我就是这么可怜 对啊 我就是这么了不起啊 狂喔 然后不知道这些是旺的 不真实啊 然后被人家 就把它抓住真实 然后慢心就生起来了 我多了不起啊 所以说 不起狂妄 因为这个问题 狂妄也是造成很大 妄就是不真实的一切 然后把它都要真实 然后的产生更进一步 来欺瞒自己 这个就所谓 妄上加妄了 反而虚妄的就没有个我 你认为个我又延伸出去的 我所做的一切 你看帮助多少人 这个成就 就让你什么 狂傲不移啊 所以更来欺骗自己说 我多了不起啊 我的功德多大 你看我们的梁武帝 面对初祖达摩 我肚身造势这么的多呀 我三宝尽心尽力 我自己也舍身多次 来做过出家人的生活 也不敬我的兵妃 然后呢 也守着轻轻的戒痕 主事我功德大不大啊 达摩说没有任何功德 为什么 这些做的都是元旗法 当体是空啊 你那时候因为你是个帝王 有这个姻缘 你里面有钱财有名士 可以帮助很多人的姻缘和合 是因为你的帝王 你使用你这样的一个权位 权势所有一切的姻缘 然后和合你发你的这个心 去帮助人家 这哪有真实存在 真实存在你永远都是这样的一个心 但没有啊 你也在变化 然后要受帮助的人也在变化 表示没有永远这么多 或可能会多或少啊 然后帮助你们的内容状况 都不一样啊 你怎么可以说这些都是一样的呢 真实存在呢 所以达摩祖师回应梁武帝啊 没有功德 梁武帝就傻眼了 甚至称心起了 怎么没有功德不就白做了吗 所以在没有以自信就是空性来相应 就极灭不了 有一个真实所造作的因缘法 就叫实际存在的 所认为实际存在得到功德 就是说我要修行更好 早日成佛 跟你讲佛也不可得 没有实际存在 没有实际存在 结果他都不相应到这个自信 所有的法 功德也叫法 成佛这个也叫法 所造的一切 度身造势都叫法 都是什么 自信都是空极 为什么都是因缘和合 才有你度身的这个人 那时候大家都是很平衡 没有什么坏人 也没有什么出家不在家 出家或在家的区别 你怎么度身啊 这个身是什么 出家人啊 让他能够怎么来做修正半道的这份 叫做什么度身啊 倘若那时候的因缘不是如此 你想要度都度不来 所以我们的师傅就常讲 要是禅宁或是我们舊道场 没有创设的开始 建设的开始 大家想要来护持出钱出力 还没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在当时的因缘就是开山 需要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 所以这样的开山的因缘 而合合大家的种植层层 有能出钱有能出力有能出物 怎么样来帮助建设这样的一个道场 是不是都因缘合合啊 所以哪有实际存在的时候 我就一直开山 然后我就一直怎么样 需要你们财力物力人力 等我现在建设告一大段了 已经大概都完成了 还需要这么多人力财力物力吗 就不需要了 所以这样的因缘合合的 所以叫它当体空 它不是实际存在 所以呢 梁武帝就不要认定说 哎呀我造了这么多的好事 我就有一个功德存在了 我就要得到什么好处了 佛法说五义法可得实际存在 所以叫空 叫自性 所以让自性呢 让我们在我们生命的 有情世的生命 就能够极灭这些有可得 让我骄傲啊 让我得到什么 或让我痛苦 或让我怎么样 这些都是缘其法 非究竟存在 所以在我们的佛性 就能够产生极灭 极灭这些分别对待的心 所以就不会什么狂妄啊 所以呢 无意无浊 让我们到无念的状态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些呢 把不真实的妄当做真实 而来狂骗自己 欺骗自己 所以呢 在我们的自性空性 要常常怎么样 启用 用什么 人人本质具足的真如性 有意思喔 所以我刚才讲 为什么六祖大师 把这一个里头含有 我们大圣的三系 有什么 般若性空中 包括这里面的变化的 无欲无浊 承认的这个过程为是无下 乃至到我什么 用我们的真如的真常为心 就常常我们的这个心体就是空性自性 常常能怎么样 去应用来产生什么 面对众生的苦难 给予的拔苦 给予的安乐的慈心 我们常常能够要把它什么 显发运作来利益这个世界 所以叫什么 用人人本质具足的真如 的这样的真如就是什么 只我们的空性这个自性 而能够面对不同的人事物 因缘合合 该于给怎么样的一个帮助 而这样的一个能力功德 或叫三昧解脱 你都能够确实的应用出来 所以这个自性的空 不是一般众生讲的 什么叫空洞都没有 不是 这个自性的空 才能够展现这么多 刚才不是讲智慧吗 有没有 八万四千的智慧 因为空 才有众生不同的想法 有八万四千的成老 所以因为空 我们才能用这个空性 来启用什么 对众生种种需要的 不同的这些菩萨型的 我们叫做有慈悲型 智慧型 悲愿型 你才能够什么 一一把什么 运作开来啊 所以叫用真如性 这个性就是指我们的自性 就是空性 而这样的空性呢 能够随着如 就随着不同的因缘 而你能够真正的知道 这些因缘 能够帮助到他 不在于这样颠倒 确实让众生受到真实的离苦得乐 这个证悟佛法就叫真啊 所以说用人人本质具足的 这个空性 也就是自性 能够产生真如的作用 真如就是面对不同的因缘里头 包括人事物 合合的那个当下 你都能够用适当 面对他当时的这个 因缘合合的状况之下 可以产生了什么 这样的一个什么 慈悲的作用 让他能够离苦的作用 这样那个智慧引导他能够离苦 然后让他真正受到安乐的作用 这叫慈悲的行为 所以这个真如 就能够应遇更种不同的 众生的根基种种一切 而给予适当的这样一个法门 让他能够确实离苦得乐 所以说在我们的空性当中 就能够展现出真如里面 发挥出来的菩萨道 种种的菩萨行为 不管是慈悲 智慧 悲怨 种种一切你都能够开展出来 所以这在《华妍经》 我们最近在上的55卷 56卷里头就谈到 在这个世间里头 如何在世间当中 能够产生一种清流 就是要学习很多的法门 来利益众生 让他能够安住佛法 所以里头这个真如 他就怎么去应用到 就很多了 光是一个产生一种十种的无碍 的这种的作用来帮助众生 而每一种无碍又产生 十种的无碍的这行为 身行为的无碍 理解佛法的无碍 然后帮助众生的这些 怎么样无碍 了解这世间的国土怎么无碍 这就指这个真如 就是这个空性 而能够面对种种国土人 不同的状况当中 你能够怎么样 应运当时的因缘 而帮助到他们 身心确实能够安住 生命的庄严美好清净 就叫做安住佛法 就是这个真如 所应用出来不同的 这些状况之下 你给予适当的这些方法 我们叫法药 或是给他那个什么 修学的法门等等 你就能够帮助到他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自信 就是空性 能够产生这些真如 真如就是说不同的 因缘合合的如 你就能够真实的清楚明白 而能够用适当的方法 让他能够受用生命的美好 就叫真 就是能够确实的怎么样 实践 帮助到众生 那不仅是指着众生 包括世间都一样 其实众生更大的范围是什么 众多因缘合合而生 而叫做众生 所以众生在 揪摩罗神大师翻译众生 到了唐代的玄壮大师 就翻成友情 这时候就确定说是针对有情世的 就指我们人类或 畜生三恶道的 而跟这个法性的三合大地 这些的世间就有别了 所以众生是指什么 范围是众多因缘合合而生起的 这一个的法或叫这个现象 而玄壮大师就翻译成 有情世的这样一个生命体 好所以这里谈到 我们能够正悟到这样的一个法门 修行的这个法门的人 所以时时能够保持心是无念的 就亲民没有挂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任他念想自动的生灭 而不产生第二念再跟他相应 就所谓的攀岩不会 因为他对过往的不会异小 而对未来的也不会贪着 而活在每个当下 而当下也都是什么自信的空 所以都没有任何的贪着 所以当下他是一个平稳 纵肯的人 不会夜郎自大 所以不会狂妄 因为他常常能够运用生命的 这样的空性的智慧 而面对不同的人事物 给予什么真如性的 这样真实的去应对 互相的投入到这个因缘里头 而不会有什么认为有在自己 在做这样一个菩萨的行为 来利益众生 也没有一个众生叫真实的可怜 被他帮助到 也没有说做这事情 跟那个梁武帝一样说 我要成就什么佛啊 可得啊可证 能够这样的话 若是这样做 就不相应到真如性了 真如性就指空性当中 又能够确实以空无我的 相应到不同的人事物 怎么帮助他能够确实 离苦得乐 而进一步安住佛法 证悟佛法说 他的生命 友情的生命 是跟佛一样的 所以这叫做用自真如性 那对一切众生呢 众多因缘合合的山和大地时间 一样怎么样 爱惜他 珍惜他 然后怎么去运用这样的资源 然后让他能够延续 使用的时间长一点 当然他也是空 越用越什么越少 所以如果你用自真如性 你就知道用什么这样的一个智慧 能够应运在不同的人事物 确实能够帮助到这个世界 是往更好的方向是什么 卸脱彼此的烦恼障碍痛苦 能够气势间延续这样那个生命的物 不是生命 延续这样的物资 能够让后代的子孙 能够受用他稍微久一点 而不要让我们自意的浪费 很多的这些的资源 所以看到这里说 要进一步的说明 以智慧观照 与一切法不取不舍 你看你在对自己说能够保持 常常无念能够任运自在 所以不会再过去未来 而能够再清楚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当下清楚就是不存在就过去了 而未来的根本不存在 你根本不担忧在上面 就踏实地真实地在这个当下的每一念 而当下每一念也不著作 所以他不会狂妄 所以这样才能够真实地用真如性 来利益到世间的人事物 这时候怎么样 这时候的前面所做就叫智慧观照 那你所做了以后不取不舍 就刚才我前面解释的 没有认为我在做啦 取就是我的成就啦 然后舍呢 什么不取不舍 这个呢众生很难教 或是怎么一个状况 这个果报 这个工作很难做 然后很难达成 我就舍弃 没有 保持平衡的心 该去做 但没有我在做 那该去完成的 你不会说呢 很难做完成的 你又不会说我不愿意去做 同样的投入 所以做了之后都保持平衡的心 就是不措施任何个因缘 那做了以后没有取舍 又是掉入到两边的 都是平常 所以马祖道一大师叫做平常心 我师父也出了这本书 不是一般你们想的平常性 平稳 恒常相应到自性就是空性 这样的在让我们的见闻觉知 让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都是如此的运作 就是真如性在用啦 不会只顾到你自己就好了 没有 你会想到身边的人 事物包括环境 你都会相应到空性 然后怎么样 使用这个真如性 去怎么爱护它 照顾它 所以这个真如性真的 我们的心也叫真如啦 就是说面对不同的因缘 和合产生的这样的话 你怎么能够适当的明白 然后用什么适当的方法帮助到它 就叫真啦 所以 所以这样子的话 以智慧观照 才能让我们做了以后呢 所谓这个这个 帮助众生的菩萨行 你不会取舍 都是平等的 那包括自己 没有这份的成就 包括每一个众生 真实的怎么样 受到你的恩惠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 做 施跟受 成就的果报或境界 真实让你掌握 没有 所谓的一切法 不取不舍 可以就是说什么 三轮体空 自己的这一面 对方的那一面 过动成的这个成果的这一面 都不存在 叫三轮体空 不存在的是什么 没有实际存在 但是它有作用 让众生确实履苦得乐 确实安住佛法 但是你不要认为 你多了不起 跟你讲是无我了 缘起无我的 就告诉你众生也是缘起无我 它暂时是这样子而已 它并不是永远这样不好 可怜 包括对你自己也是如此 所以这样子做叫什么 即是见性成佛道 当下就是能够体验自己的心性 就是自性 就是空性跟佛没有差别 所以这时候就什么 见性成佛道 所以花言现在才说什么 初发心即成证据 那个发心就是相应到什么 自性就是空性 当下就是跟佛 就是佛 好 那我们时间到 我们上课到这个地方 是上到这边的叶数241 那下一次从242 好 我们来回向 请合照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进度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于报身 同身极乐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